你好,这位旅行者,你听说过品梦一课吗? 听起来像甜甜的饮料。 你误会了,这是我们举办的定期活动的名字。 最近梦一下子成为了热门话题,很多人都乐于分享自己昨晚梦见了什么。 就连我也是,对我来说上次做梦还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了,不禁觉得兴奋与怀念。 对啊,他们的梦都回来了。 所以我们干脆组织了一个活动,让每个拥有新奇梦境的人都有机会畅所欲言。 品梦一课,也就由此诞生了。 原来是个茶话会啊。 是哦,这里每天都有五花八门天马星空的故事,不想来听听看吗? 是啊,但对我们来说,做梦简直和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 如果要免费的点心和饮料,那或许还能考虑考虑。 真的吗? 也就是说你们迄今为止,已经做过很多梦了吧? 可以这么说,你不用这么激动,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不不,我们的活动就缺像你们这样经验丰富的参与者,能够分享做梦的经验。 请先容许我称呼你们两位一句做梦专家吧。 专家? 这种称呼真不错。 看起来你有兴趣了,那就跟我去会场吧,不会耽误太多时间。 你想要的饮料和点心,那里也全都有。 你也挺专业的嘛。 不行,我不能自作主张,还是要听他的意见。 你怎么不说话了? 那你快带我们去当专家。 好的,请随我来。 你们知道,作为专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应该是知识与经验吧。 不对,是称呼。 从现在起,我就是专家开门了。 各位,抱歉打扰一下。 我们终于请到专家了。 专家这边请。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请教。 是从外面来的专家吧,太好了。 我先来,我先来,别急,别急,保持秩序,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热情。 我想问的很简单,因为每天都很辛苦,所以我想在梦里变成一只史莱姆。 要怎么才能做到呢? 我知道,我知道,我做过这种梦,我有发言权。 第一次变成风史莱姆,我被冒险家的弓箭射中,整个晚上都在天上乱飞。 第二次变成草史莱姆,我被一群孩子当成了白萝卜,头上的草都拽断了,好痛好痛。 第三次变成冰史莱姆,结果我又被一个厨子抓住,做成了冰镇果汁。 直到第四次,我变成了强大的岩史莱姆,去找以前欺负我的灵珠寻仇。 结果他叫来了十几个兄弟,我又输了。 等等,怎么都是这么惨的结局? 史莱姆是魔物,虽然长得挺可爱,但因为总是捣乱, 逃不过被冒险家讨伐的命运。 相信我,魔物的下场都不怎么样。 也是,毕竟是魔物。 我只是想体会一下不同的生活, 但变成魔物,好像还不如现在这样呢。 变成更普通的团雀或者鱼,会不会快乐一点呢? 看来当专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嘛。 下一位。 轮到我了,专家,我想知道我要用什么姿势入睡,才能做和昨天相同的梦呢。 呃,这个…… 你不帮帮我吗? 那,那你先说说你想做的梦是什么吧? 哦,很普通,就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坐着和我的妻子聊天,聆听风吹过山野的声音。 那直接找你的妻子聊天就好了,没必要在梦里实现嘛。 这个,你有所不知,她已经不在了。 哎,对不起,我又说错话了。 啊,没事没事,是我没说清楚,我就是想再见见她。 对啊,我觉得比起姿势,睡之前在想什么更重要。 只是这样就可以了吗? 毕竟想她的是你,做梦的也是你,你的梦很容易把它们关联起来。 有道理,我今晚就回去试试,谢谢专家的建议。 到我了,到我了,我想知道梦里见到的植物的名字。 我想把我房间里的纪念品盒带到梦里去。 我昨晚梦见了荒地上飞过了一只乌鸦,请问,这有什么含义吗? 喂,别急,一个一个来嘛。 哎,他们的问题太难了,我们并不比他们多知道些什么,只是经验比较丰富而已。 也对啊,探索和思考比问题的答案更有意思。 打个比方的话,嗯,就像饿了三天三夜的流浪者,无比渴望补充能量,至于是米饭还是蛋糕,都无所谓。 我这么说的话,你知道我想起谁了吧? 是的,他如果在这里不般会说类似的话。 可惜他现在很忙,应该没时间参加这样的集会。 两位专家,又有客人想要向你们请教。 哎,不用了吧,回答问题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我们算不上什么专业人士。 这位客人比较特殊。 我的问题是,你们来这么有趣的地方,怎么不交上我? 啊,你怎么在这里? 像屏梦一刻这样有趣的活动可不是每天都有,再忙我也会抽空来看看。 遇见你们,倒是意外的缘分了。 哦,对了,你是最了解梦的人,那应该可以帮我们回答所有的问题吧。 这么说也没错,来吧,想问什么都可以问哦,越有意思的问题越好。 怎么啦,刚刚气氛还很热闹,怎么突然都犹豫了? 就算是这样,我看上去也不可怕吧? 要说了不起的程度,你们也在虚迷做了许许多多伟大的事啊。 啊,有趣的问题一下子都消失了,原来我是扫兴的那个人,那我走,好了。 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不想违背屏梦一刻的初衷,即人们相聚于此,自由分享美妙的梦境。 现在的气氛就像装在容器里的水,多了一份循规蹈矩,但再也没有身处江河的自由自在。 我只是想成为其中的一枚水滴,可不要当什么不解风情的容器。 在闹别扭呀。 没关系啦,你们都积极一点,草山大人很容易相处的,不然他真的要走了哦。 那……那我先来试试吧。 哦,是刚刚的燃起人。 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称呼?我已经不想变成史莱姆了,可能团缺或者鱼更适合我。 原来如此,想要在梦中变成小动物对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可能就是想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吧,毕竟生活千篇一律。 明明抬头就是天空,远方就是海洋,但我只能被关在轮回一样的日子里。 所以想要在梦里获得新鲜感。 嗯,抱歉,我好像更困惑了。 那为什么不在现实里寻找新鲜感呢? 因为不工作就没有摩拉呀。我也不想天天敲钉子锯木头。可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 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琐碎填满,一点自由空间都没有了。 可是这样的话,就算在梦里变成了飞鸟或者鱿鱼,你还是会继续敲钉子和锯木头的哦。 因为你已经被关起来了嘛,肉体化作什么都好,精神诚然飞不出这个困境。 诶,这么可怕吗?那我应该怎么办才好? 虽然我不能切身感受到你背负的压力,但要不要先换一把锤子试试呢? 换锤子? 对啊,工作了这么久,一定知道什么样的锤子用起来顺手吧。 那当然,重量要足,这样可以减少飞机的次数。握柄不能太光滑,不然容易握不稳。 这么说的话,现在用的锤子的确已经有一阵子没换过了。 更换一下吧。在锤子的握柄上,配上喜欢的装饰、毛皮或者硬皮带,最后再写上孩子的名字。 很有道理,感觉工作起来都会更有力量。 新鲜感就是来源于生活中的小小仪式哦。 你不需要变成飞鸟或者鱿鱼。只要你努力地生活,你所珍视的一切都会是你幸福的源泉。 我懂了,我懂了,简直就像醍醐灌顶。 我现在就去挑选新的锤子。 不,我应该自己造一把。 谢谢草山大人。 不愧是你啊,总能找到这么好的切入点。 其实我也没怎么理解。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见过有工人做了同样的事。 在他很累的时候,就会看看握柄上的名字。 不一会儿他就开始笑。 笑了我一跳。 我猜,对他来说,那应该是很重要的人的名字吧。 观察之后我知道,这样的行为会让人类获得动力。 但,为什么呢? 是兴奋?是期盼?还是无奈? 我无从得知。 就算能知道他的想法,也难以把握他的情绪。 原来是这样,对你来说居然需要绕这么大的弯。 所以我刚刚也稍微有点忐忑。 索性看他那么开心,我应该没说错话。 不用太在意,这就是我的学习方式了。 你把我排除在外了,我明明也很擅长察言观色。 谢谢你们,那我安心多了。 下一个问题吧。 哦,我的问题刚刚已经问过了,但我还希望能听听草神大人的回答。 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在每个夜晚的梦里都见到我已经过世的妻子呢? 对已是之人的思念啊。 就算不停地重复那些美好的记忆,也只是放大现实的空虚而已。 如果他还在的话,一定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你吧。 嗯,理应如此。 但我们在梦中度过的时光,并非只是对记忆的重复。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想他了。 他在梦中的样子,简直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梦里发生过什么,他全都记得。 就算我醒来了,再次入梦之后,我们还能顺着上次的话题聊下去。 这可真是奇妙。 按理来说,连续性的梦境少之又少。 他在我的梦中,就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可他越是鲜活,醒来的我就越觉得空虚与痛苦。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折磨呢? 或许一切的根源,还是在于思念吧。 你和他是否拥有很遗憾的未尽之事? 我不知道。 但不能和他白头偕老,一起走完这一生,就是我最大的遗憾吧。 本来,我已经准备向前看了。 要不是这一场过于真实的梦,我也不至于如此犹豫。 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但梦境永远都只是梦境。 我们是活在现实中的人。 过于沉溺在梦境里,并不是什么好事。 只是会不断地消耗你的心神而已。 我知道,所以我也有点自责。 我还需要照顾我和他的孩子。 让他看到爸爸为米不振的样子,影响也不好吧。 还是谢谢草神大人的建议。 他的状态让人有点担心。 希望他能快点振作起来。 我觉得我状态还不错。 你们如果觉得有点无聊,也不用一直陪着我。 毕竟你们是来玩的嘛。 你好点了吗? 嗯,我觉得草神大人说的很有道理。 我需要从这种思念中抽身。 我想了想,每次在梦中,我都会和我的妻子在一个相似的地方见面。 那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 只是稍微有点远,也比较危险。 我一个人不敢去,但果然还是应该去看看。 看到那里什么都没有,我就能认清现实了。 不然,总觉得我自己像喝醉了一样,半梦半醒。 只要晚上不要再梦到相似的场景,我大概就能回到现实中来了。 哎,你们是冒险家对吧? 如果可以的话,能麻烦你们护送我去那个地方吗? 就当是去转换一下心情好了。 虽然见不到你的妻子,但能看到大好的风景,心情也会跟着开阔起来吧。 嗯,我希望是这样。 嘿嘿,快点振作起来吧。 你没有打算瞒着我去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你不是在回答问题吗? 刚刚结束,今天真是收获颇风,听到了好多好多新奇的想法。 你们好像要去什么地方,也把我带上吧。 这种事不方便麻烦草神大人,您应该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不用客气,我自然是考虑过才说要一起去的。 我想趁此机会和你们讨论一些我心中的困惑。 草神大人,居然也会有困惑吗? 我和你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了。 好了,走吧,边走边说。 有种出来加油的感觉呢。 冒险家总是来这样的地方吗? 真是了不起。 你们在梦境里,都是在这里见面吗? 嗯,基本都是。 就在前面的山顶上。 我们什么都不干,就聊一些日常的话题。 我会告诉他海达,也就是我们的女儿的近况。 她每次听得都很如神。 她也会和我一起回忆过去,和我分享趣事,开些小玩笑。 就是这种感觉,让人觉得持续多长时间都不够。 平凡与安宁,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呢。 这就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了。 因为我对梦比较了解,梦境普遍是缺乏逻辑和连续性的。 你之前说过,她会记得你讲过的事,对吗? 嗯,她以前就会很专心地听我说话。 现在,在梦里也是一样。 她总能记住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来为我制造惊喜。 这也让我觉得,她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有点神奇,不过梦境本来就是神奇的东西。 问题在于,她的描述太有序了。 梦,是一种比你们想象的还要脆弱的东西。 比如窗外传来巨响,在梦中,可能就会变成你被装进大炮发射出去。 比如口干舌燥,在梦中,可能就会变成在无尽的沙漠中艰难跋涉。 而你的妻子的形象,稳定到不受一切的干扰。 从概率上说,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我也没有理由怀疑或是拒绝这场梦。 因为,它实在太美了。 但我很想知道,这样的梦境对我来说也是新奇的现象。 所以我想来观察所谓的现场。 走吧,就到市郊游。 我们去山上看看。 果然这里不太安全。 没关系,速战速决吧。 你也要参与吗? 当然,这也是郊游的一环嘛。 风景挺好的嘛,也很适合睡觉和吃零食。 我也想天天来这里打发时间。 嘿嘿。 好像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 我不打算否认思念的力量。 或许这种不可量化的情感因素,真的拥有整理梦境的能力。 她的妻子一定是很有魅力的人吧。 埃勒曼人呢? 你居然在这里等我。 我今天带了很厉害的人过来。 草山大人说要和我同行,吓得我一跳呢。 等我路走熟了,我就把海达也带过来。 他一直和我说,很想你。 他,他怎么了? 那边一个人都没有啊。 等等,麦娜尔,那边有点危险,别再走了。 他要掉下去了,拉住他。 幸好他没摔下去,但他怎么突然开始说胡话,现在好像要晕过去了。 他现在处于梦境之中,他刚刚说的话也和之前他描述的梦境几乎吻合。 他睡着了,还做了同样的梦。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但我们不能叫醒梦游的人,只能在这里等等了。 麦娜尔,麦娜尔呢? 哦,你已经醒过来了,太好了。 我这是…… 梦游? 哦,对啊,那只有可能是梦呢。 爬上山顶的瞬间,我就看到我的妻子麦娜尔坐在那里,我就走过去了。 她听我介绍了你们,就有点慌张地往前走,我让她别过去,那边是悬崖。 接着,她好像就消失了,我的身边吹起了大风,天也突然黑了下来。 当我意识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我就醒过来了。 听起来这也太奇怪了,你是不是太累了呀? 不会吧,我昨天睡了很久,现在也不觉得困。 可能是我们跟来,影响了她的潜意识对梦渐的塑造吧。 不管怎么样,能平安苏醒就好。 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了,抱歉,要不是你们一起跟来,我可能已经摔下去了。 总之,我们先回去吧,你暂时不要来这个地方了。 嗯,好的。 纳西达,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吗?我有点担心。 线索太少,我的推论还不太可靠。 但是我在担心,如果埃勒曼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的话。 对啊,凭梦一刻,还有那么多对梦境记忆犹新的人。 对,不只是平梦一刻。 这样的人可能还存在于蜘蛛迷的其他地方。 我们需要尽快掌握现状和他的发展速度。 那我们快回去吧! 别愣着了,埃勒曼,快跟我们走。 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一路上还顺利吗? 事态很紧急,麻烦你通知在场的所有人。 可以继续讨论,但不能尝试追寻梦中的场景。 好的,既然草神大人都这么说了。 但我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看你们脸色都挺严肃的样子。 我知道了,居然有这么危险的事。 放心吧,我会提醒所有参与者。 我还会把这件事告诉品梦一刻的其他工作人员。 通过报名者的名册,应该可以联系到更多对梦境感兴趣的人。 警告的范围应该能更全面。 多谢你,这下子帮大忙了。 我先确认一下今天来参加活动的人是不是都还在。 阿塔已经回去了,好像要去造锤子,问题不大。 诶,稍等,凯西亚呢? 诶,你们有人见过凯西亚吗?她已经走了吗? 哦,她说她有想去的地方,好像已经出发了。 糟了,不会也是想去探寻梦境中的场景吧? 能告诉我们她去了哪里吗? 嗯,她简单和我说了一下,就在容训窟附近。 好的,谢谢你。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麻烦你也帮我们通知一下其他人,千万不要贸然行动。 知道了,唉,谁能想到会变成这样。 你们看,她就坐在那里,已经被魔物包围了。 先把她救下来再说。 等下有点痛哦。 热乎热乎马。 小心着凉。 行。 散射。 记住你了。 慢点吧。 她果然和艾勒马那时候的状态一样。 不过幸好她没有受伤或者被惊醒。 我们小心一点,把她带去安全的地方。 明天见,艾莎老师。 我……我……我这是……为什么又回到这里了? 梦……可是艾莎老师…… 哦……我知道了。 您的变化了。 你真的是梦了。 虽然她还是这个样子。 啊……她…… 还是没有开花囊。 明明都已经快二十年了。 是和梦的内容有关吧 可以和我们详细说说吗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恍惚 请先让我平静一下 先从她说起吧 这盆植物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艾莎老师 临走前送给我的 它是我父母的好朋友 也算是我的启蒙导师 是一位了不起的生论派学者 除了有卓越的学术天分 她的身手也很了得 会承接很多冒险家协会的工作 哦 所以她是去冒险了 是的 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 她说她必须去追寻深渊的秘密 要离开很长的时间 我拽着她不让她走 我不知道什么是深渊 我只知道 她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后来她也抱着我哭 我们哭了好久 我记得我哭到后来睡着了 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回到了家里 她还是走了 留给了我一封信 她说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最在乎的人 但调查深渊的目的 是替更多的普通人 保护他们所在乎的人和事 在之前的冒险中 她得到了很重要的证据 如果不动身 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向着星辰与深渊 不只是一句口号啊 她把种子留在了信里 告诉我只要这种子发芽开花 无论它身处何种险境 都会想办法回来 她说 她很期待我长大成人的样子 可是很奇怪 无论怎么浇水和施肥 它都没有开花 就算我去问生龙派的学者 也没人能解释这种现象 能让我仔细看看这株植物吗 当然没问题 我也希望草神大人 能为我解答困惑 我看看 这个 那细达居然会露出这样的表情 好少见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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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好像有点不舒服 我们去去就来 到底怎么了 那细达 连你都不知道吗 不是 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我在犹豫的是 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它种下的 并非学界熟知的任何一种植物 而是它通过特殊手段 培育出的新物种 从它表现出的特征看 我能判断 从它破壳而出的那一刻起 它就不具有开花的能力 啊 这 这 也就是说 他口中的艾莎老师 可能早就预知了危险 也做好了无法归来的准备 根据我的观察经验 这无疑 是残酷的事实 面对残酷 人们可能会嚎啕大哭 可能会胡言乱语 可能会大发雷霆 我知道 它必须面对真相 可是我又不想伤害到它 教教我吧 我该怎么办 唉 确实很棘手 毕竟你都感觉到了 但这不就是把责任推定你了吗 如果他对你发火怎么办 没关系啦 人是多种多样的 刚刚你举的例子都是极端情况 好 好吧 谢谢你们 那我们回去告诉他这件事吧 不 不能开花 这怎么可能 植物不能开花 那岂不是 不能繁衍后代 只能渐渐凋亡 你的意思是 他走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回来是吗 他说的那一切 都是骗我的 但他是善意的 如果怎么都要面对残酷的离别 他也希望能稍微晚一点 对呀 他对你的爱 照顾还有呵护 记忆中的那些温暖 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呀 我猜 他一定也希望你在了解真相之后 能理解和尊重他的选择 我明白了 对不起 我不想抱怨 我只是 有点承受不了 明明梦那么美好 现实却冰冷无比 我真的以为他回来了 我有好多话想要和他说 这场梦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和单纯 或许有某种力量 在利用你们的情感 是 是这样吗 嗯 所以在调查完成之前 希望你能尽快回到品梦一刻 并且不要再接受梦境里的暗示 抱歉 我见到他的眼神有明显的动摇 就像是及时到来的一场温柔的雨 浇熄了即将蔓延开来的火焰 因为人是会共情的嘛 共情 原来是这样 这是很贵重的知识 我学习到了 对了 你刚刚说有人利用他们的情感 你难道已经有推测了 是的 这两件事的共通点 就是埃勒曼和凯西亚都失去了最重要的人 他们能够在梦境中与真实之人再次相逢 并且对方的真实感 远超梦境能够提供的水平 比起解释为思念的力量 我不得不往糟糕的方向向 有人正在利用他们的思念 对啊 只是引导这些人做梦而已 为了什么呢 这是我们需要继续调查的点 总之 我们再回一趟品梦一刻吧 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希望事情还没变得更糟 我们回来了 现在的情况如何 抱歉 草山大人 我们还在想办法说服经历这件事的人 由于有您的警告 就算对方意识不到危险 我们也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来 但是好像还有一些人已经陷入沉睡 长时间没有醒来 这种情况我们也无能为力 品梦一刻只是个小规模的同号会 组织方的人手实在是不够 果然会变成这样 看来我猜中了 是草山大人 他回来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要把我们召集起来 在这里的各位 很多人都正在经历一场美好的梦境 很抱歉地告诉大家 根据我们的调查 在梦境的背后隐藏着某种阴谋 所以在真相大白之前 还请大家不要主动去追寻梦境中的场景 或者接受类似的暗示 这 没什么关系吧 反正只是做梦而已 又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 我们已经遇到了两个人 因为接受了梦的暗示 独自跑到了野外 并且遇到了危险 就是啊 这已经不是做一场梦的程度了 好吧 我知道了 意思是 只要事情调查清楚了 这样的梦境就可以继续了 是啊 我还想见见我的姐姐呢 实在抱歉 草山大人 可能接下来说的话有点冒犯 我们和刚来的人讨论了一下 我们都在梦中 见到了真实的人 他们就像活过来了一样 令人不愿意再醒来 这也和我们调查的线索一致 所以 如果说这件事调查的结果 是要终结这场梦境 那对我们来说 实在有些残酷 我们都能理解其中的危险性 但 可能您无法理解梦里的那个人 对我们有多重要 我想 不是每个人都会理解 并配合您现在正在做的事 至少也会想在您调查结束之前 去梦境里和那个人再见一面 说一句再见 这也是我们遇到的最棘手的情况之一 愿意配合我们的人并不算多 就算是知道了危险 还是要回到梦里去 没错 我们对危险的描述 相较于甜美的梦境 就像剪笔画一样苍白 看来现状会不可避免的失控 我们耽误的时间越多 就会有越多人无视警告 回到甜美的梦中 那 那要怎么办 只能亲身去梦里看看 揭晓事情的真相了 皮特先生 这里有正在经历这段奇妙之梦的人吗 我想想啊 啊 来这边吧 嗯 好的 女士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说服 不久之前就在这里睡着了 她只是睡着了 并没有出现梦游的情况 看来入梦还不深 去梦里 我们也要睡觉吗 不用担心 我可是小吉祥草王呢 不用紧张 闭上眼 幻想自己是逐渐消融在沙滩之中的浪花 逐渐分散 逐渐 下沉 你怎么了 看你有点恍惚的样子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总之我们好像顺利进入梦中了 原本以为我们会来到某个熟悉的场景 但现在周围似乎都是陌生的风景 好多巨大的植物 连天上都有 太神奇了 按理来说 我们应该直接抵达代彼的梦境 看来事情果然不同寻常 总之 先寻找一些线索吧 记住你了 慢言吧 光板 很火 记住你了 记住你了 开锅了 开锅了 还挺疼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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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是通往什么地方的门 反正也没有别的路 进去看看吧 来到熟悉的地方了 这里不就是普斯帕咖啡馆吗 我看见代彼了 他就在那里 看来我们并没有来错地方 那种奇妙的梦 那种奇妙的梦往往会暗示一个真实的场景 这也和我们之前收集的信息相吻合 那刚刚我们在的空间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的意思是又是集体梦境 嗯 嗯 这样的可能性最大 毕竟有那么多人都在经历相似的美梦 如果是各自独立的梦 无论是操纵还是管理 都不如像这样连在一起方便 我明白了 我们去找代彼聊聊天吧 不过他旁边还有其他人 他们也在做梦吗 如果现在这个空间是只属于他的梦 那旁边的人可能是代彼的真实之人 总之先确认吧 确认 这要怎么做 看我的就行了 这里的咖啡还是喝以前一模一样 你们走遍了提瓦特 肯定喝过更美味的咖啡吧 外面的东西再好啊 也不如家乡的味道令人怀念哪 是啊 身体的习惯可没那么容易改 总之干杯吧 庆祝你们终于回来了 他们这是 为什么 算了 好像也无所谓吧 听起来 他好像有点犹豫 确认过了 这里确实是只属于他的梦境 因为我听不到另外两个人的心声 这 这就是草神的力量吧 那我以后也要小心点 放心吧 平常我不会使用这样的能力 毕竟很不礼貌嘛 我也要做好准备 接下来又要讲一些残酷的事 我不能再逃避了 草 草 草神大人 您怎么会在这里 抱歉 打扰你们的庆祝了 你能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 与你的记忆有出入吗 嗯 我不太理解 草神大人具体失职 我知道 草神大人想说 我们能在这里相聚 是人生中绝无仅有的缘分 不如多来喝杯咖啡怎么样 我请客 这次回来我可是赚了很多呢 记忆 绝无仅有 仔细想想 他们的真实情况 你应该最了解 像这样聚在桌旁谈天说地 是否只是一厢情愿呢 蒸汽鸟报社的报道准确无误 他们乘坐的商船 触礁沉默了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收到巴斯玛和加斯帕尔的消息 喂喂 说什么呢 戴比 想起来了就好 这里的事都是不真实的 我明白了 我是在梦里吧 但既然是我的梦 真实与否并不重要 我享受这里的不真实 我没必要面对现实的悲剧 他们都是我无可取代的好朋友 也只有他们两个 能理解我了 继续做这样的梦 也没什么不行吧 但我很担心再这样下去 你会渐渐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的界限 因为梦境永远最符合你的心意 相比之下 现实荆棘遍布 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 放心吧 那还不至于 我有分寸 真的吗 要不然 我们先别管这些复杂的东西了 喝杯咖啡 吃点甜点 怎么样 现实也好 梦也好 开心就好嘛 这怎么能不管 我们连你们是哪里来的都不知道 对不起 我没有恶意 没关系 我也知道各有各的难处 以你现在的状态看 这里暂且对你无害 我想知道 有什么办法可以往更深处走吗 这个的话 我曾经听过一个陌生的声音 告诉我这里有个入口 可能过段时间我会进去看看吧 但现在是没什么兴趣了 好的 谢谢你的帮助 我们走吧 果然 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个梦境的最表层 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个梦境的最表层 我们刚刚在上面吧 不对 是下面 上面 不用慌张 梦境就是如此 我们已经从带笔的梦里出来了 但梦境还在继续延伸 不知道通向何方 这个梦 这个梦 拥有创造虚幻之人的能力 才会如此令人流连忘返 原来是这样 有点难以置信 我有个猜想 我有个猜想 如果这些梦境都是连接起来的 它们应该拥有某种顺序 刚刚的代笔 他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说明他入梦的程度还比较浅 但现在我们身处的空间已经倒转 还记得我说过梦境的特点吗 梦是乱的 没错 也许我们现在就在不断地深入这场梦 越是往下 越是能接近本质 真想多半就在最深处疼我们吧 嗯 也要做好所有的准备 看他的样子 我们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 我们做的东西 我们做的东西 一 二十 还没有 再一次 下雨的时候 它好像就会慢慢消失 待雨停了 就会重新出现 与其说是花 不如说是躲避目光的曹史莱姆 又是奇妙比喻时间 哇 又到上面来了 搞不清了 到底是上面还是下面 幸好没往下掉 还好还好 是往上掉哦 不要再说了 我早就搞不清楚了 这里 我们是不是前不久才来过 很有可能是艾勒曼的梦境 他怎么又开始做梦了 看来 危险并不能让他放下对妻子的思念之情 按照之前的推断 他的梦出现在这里 说明他睡得更沉 不过好在之情 不过好在之前就和他接触过 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把他唤醒 艾勒曼的梦 是你们呀 真是奇妙 你们居然也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梦 你能知道这是梦吗 那是当然了 现实中可没有这样的好事 我来介绍一下吧 这位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的妻子 麦娜尔 这是我们的孩子 海达 你们好 非常荣幸能够得到草神大人的关照 爸爸居然认识草神大人 好厉害 这个是什么 是新的玩具吗 不是玩具 是派蒙 不对 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 那希达 和我们的推断有点对不上吧 稍微给我一点时间 对 刚刚在屏幕一刻没看见他 我以为他回家了 抱歉 因为我无论如何 都想让海达见见他的母亲 路线我也踩得比较熟了 我就带海达来了这里 幸好没遇到什么魔物 我也很开心 没想到海达长得这么快 实在是辛苦他了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 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没事的 不用说这么不开心的事 虽然是在梦里 我们能这样团聚 也是上天的恩赐啊 怎么办 我们应该说出真相吗 残酷的事情 还是让我来做吧 让我来吧 很抱歉 不得不告诉你 我们并非你的梦境 创造出的形象 而是具有自我的意识 和那时候一样 我们仍然在调查 这个梦的真相 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 也就是说 这个梦果然还是不正常的吧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一家人的团聚 注定还是短暂的 妈妈要走了 可能 最后的结果 或许就是这样 不要 妈妈不能走 我不太清楚 这是怎么一回事 放心吧 海达 妈妈哪里都不回去 不要哭 艾纳尔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她的认知和我不一致 我明知这里是梦境 所以我不会和她 讨论真实性 但 算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杂的事我不懂 这个梦不管是好是坏 总之 你们是来解决它的吧 嗯 那就让我们 最后再享受一会儿吧 无论背后原因是怎样 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 也对这个机会颇为感激 这个梦 非要消失不可吗 对不起 恐怕是的 这样啊 我知道了 请往这边走吧 这个方向可以通往更深处 听说越往下走 就越是甜美 越是能二人流连忘返 你们想要的答案 说不定也混杂在里面 快去吧 谢谢你能够帮助我们 我也由衷地感到抱歉 不用谢 因为我也别无选择 毕竟我只是一个凡人 无权 也无力干预神明的做法 我等下也会跟来 至少也要让迈纳尔和海达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然 等醒来之后 海达可能就要错怪她的妈妈了 我们没有再做坏事吧 纳西达 那要看你 如何定义好与坏了 又是同样的地方 看来这里就像是连接 整个梦境的楼梯 只是模样 看上去越来越凶狠 普通的楼梯可不会试图攻击我们 对啊 我们的推断好像出错了 埃勒曼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并且非常乐在其中 与其说是在更深的梦中 不如说是更清醒了 我觉得思路没错 只是可能要换一种解释 并不是梦的程度越来越深 而是梦境的主人 对这里的依恋越来越深 你们从来不会把梦当真 对吧 我的话 偶尔会觉得 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 但也只会这么想想 马上就跑到脑后去了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生命 现实理应是我们的重心 这也决定了梦的虚无缥缈的性质 无论变成什么样 我们都不在乎 可是 如果我们决定放弃现实 拥抱梦境 它对我们而言 就不再是无所谓的东西了 我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大脑会越来越用心地构建梦境世界 真实感也会越来越强 还记得虚空可以把梦境转化为知能吗 构建真实的梦境 消耗的也是类似的力量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里也有一个像花神淡季的尼路那样的梦境之主 只要唤醒它 这个集体梦境就结束了 很有可能 虚弥城的集体梦境 是由虚空创造的 而现在虚空已经被关停 这件事和兰娜罗无关 人类也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 创造集体梦境的能力 也就是说 他 难道把虚空重启了 那倒是不可能 但他多半是教令院的学者 且曾经与虚空有紧密的联系 但就算是这样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又是怎么 现在这里并不是终点 等我们了解了他的动机 一切疑问也会迎刃而解 知识 与你分享 理论的窃眼 等下有点痛啊 这个如何 どう这样 扔下去 明确 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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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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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赛总是这么冷静 真好啊 她处于很普通的梦中 应该不是她 杀敌叶的眼光真好 听她的总不会错 好像不是她 天手 天手 谁不希望梦能永住呢 她刚入门不久 肯定不会是她 不过 我听说 如果给植物听音乐的话 她们会长得更好 正好 正好我也好久没有听你弹琴了 这两天有点忙 不好意思 居然是草神大人 草神大人 还有您的同伴们 你们好 我是在这里进樱花店的艾米尔 这位是我的丈夫 莫塞伊斯 请问有什么事吗 你对我应该非常了解 那么也不必演戏了 或者 你需要我称呼你一生 梦境之主吗 哈哈 原来如此 不愧是草神大人 不好意思啊 艾米尔 好像我的研究引起了草神大人的关注 你先回花店那边去吧 等会儿 我一起来帮你修剪 好的 我明白了 看来在草神大人的面前 妄托伊小聪明与您嬉戏一番 我还是太天真了 就由我率先发问吧 这样也显得知趣一些 您对这个梦境的了解 到了哪个程度呢 这个梦境 藉由虚空打击而起 拥有创造不复存在之人的能力 而你 以全然不同的方式 成为了永远不会醒来的 梦境之主 永远不会醒来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我所面对的 不愧是智慧的化身 能让我知道 您是如何推理到这一层的吗 作为报答 我也会回答您最好奇的问题 很简单 因为这个空间中 除你之外 无非只有做梦的真人 和被创造的假人 而你虽然处于这个梦中 看似与其他人相同 但我感受不到你的梦 我要如何唤醒一个 本来就清醒的人呢 有意思 你清醒的状态成为梦境之主 这个世界 就永远不会因为你醒来而崩溃 理论上 你也获得了对这里的绝对掌控权 从各种角度看 这都是最优选 剩下的问题就是 你是如何做到的 答案不就在眼前吗 草山大人 因为我把我的现实都奉献给这场梦了呀 早在虚空还在运行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意识 全部上传到虚空之中了 其实这些都源自于一场意外 我本来的目的 并不是虚空或者集体梦境 而是串联起一切的线索 拥有真实感的人 没错 人类实在太复杂了 除了借用虚空的强大智能 我想不到实现它的其他办法 虚空无比伟大 就算我挪用一点 也不会有人察觉 而这一点智能 对我而言已经用之不竭了 我就算只是用穷举的方式 也能训练出颇为真实的人格 我把第一个作品 命名为艾米尔 那不就是刚刚的女孩子吗 我和她同一天进入教练院 从办理入学手续开始 我们一天相遇了六次 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 我们后来坠入了爱河 一起学习 一起研究 一起进步 我们的步调颇为一致 我总觉得 我们心脏连接在一起 只是身体分开了而已 然而魔灵病 只夺走了她的生命 只夺走了她的生命 因为我需要更多的训练样本 用于进一步完善艾米尔的人格 我从虚空的数据库里 找到他们的数据 以检测心理疾病为由 在他们体内留下书籍装置 这样我就可以将他们连称网络 让艾米尔感受他们的思念 逐渐成长变得温暖 为了全情投入 加快研究效率 我就把意识也上传到了虚空 也成为了网络的一部分 所以 准确来说并不是你不会醒来 而是你不能醒来了 因为虚空毫无预兆地关掉了 我失去了所有智能 被拘禁在自我搭建的网络中 起初我有点慌张 但整理了情况之后 我知道 只要切换智能的来源 就可以重启这个世界 所以 网络里的人 现在都在为你提供智能 这就是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自认为我没有做坏事 我只是在拯救他们和我自己 我为他们提供了甜美的梦境 作为回报 我向他们提供的智能 作为梦境的燃料 他们如果愿意 随时都能醒来 但既然每个人都要睡觉 为什么不能一直做美梦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道理 这里也算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园啊 嗯 他说的对 我们是自愿留在这里的 我不太明白 但我只是想再陪他们一会儿 我不想看见他们难过 谢谢你 草山大人 希望您能理解我们 大家不用围过来 没关系的 草山大人既通情达理又热爱人民 不会干受我们的自由 他好卑鄙 看来我最后的问题 也不需要你亲口回答了 你愿意将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 是因为有恃无恐 因为只要能把人民作为武器指向他们的神 神就无计可施了 他们只是想和重要的人一直在一起 我提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并没有错吧 不想与伴侣永别 与亲朋在今 这又怎么了 如果您更理解人类 如果您亲身经历过同彻心扉的分别 您就不会这么不尽人情了 你的天分与决心如果用在正途上 很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贤者 可惜 你蔓延奥秘而心无惧怕 触犯了教令院六宗罪之一 你把人类的感情与冰冷的知能化等号 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痛苦 剥离并隐藏 你诱骗他们沉沦 还对这彻头彻尾的恶行毫无自知 痛苦 诱骗 这里从创造之初 就不存在那种东西 他就在这里 埃勒曼的孩子 海达 我的女儿 怎么了 这个梦境依托于既定的网络 换句话说 只有体内被植入装置的人才能进出这里 再仔细回想一下你的经历吧 我 带着海达 偷偷地回到了山坡上 麦娜尔在等我 海达 见到了她的母亲 啊 海达她不是海达 嗯 因为她没办法和你同时进入到梦境中 在你入梦的瞬间 梦境就创造了一个海达 实现了你想让母女重逢的愿望 那么 真正的海达在哪里呢 还留在山坡上 没错 看到父亲突然昏倒 或者开始说胡话 她一定吓坏了 那里还有魔物出没 非常危险 海达还在那里 这样的话 白白在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我必须马上醒过来 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那里 看来大家都想起什么来了 出于保护自己的理由 人们会远离痛苦 拥抱安逸 这是人类的本能 也是弱点之一 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知危险 却奋力向前 为什么明知痛苦 仍然会迎难而上 因为人类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他们有家人 有至爱 有朋友 有家园 有尚未实现的人生理想 可你 只把最安逸的东西展示给了他们 你的梦境 建立在更多看不见的痛苦之上 这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欺诈罢了 好像确实在墓里待了太久了 还有很多事没做完 我以为神不懂人 才创造了残缺的世界 制造了无数生离死别 没想到你能观察到答案 但很可惜 这也是没用的 想要醒过来 就暂时醒过来好了 正好我也想和艾米尔独处一段时间 只要这场梦还在 你们还会回来 人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 更不会乖乖听你的话 哪怕你是神明 哼 该清理多余的数据和杂音了 小心有魔物 总有人赶紧离开这里 去安全的地方 我是这个梦境的主宰 创造无数的魔物也是轻而易举 放心吧 受伤之间他们就会惊醒的 艾米尔不喜欢见到有人受伤 所以你们 也离我失去一定 开幕 救命啊 十三大 热乎热乎马 老实点 抱歉啊 借助你了 谢谢 光板 疼 понять 疼 毯医 謍 App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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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厉害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情 感情和知识完全不同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能确定的是 我曾经被那股很温暖的力量支撑 才能一路走到今天 要是过分在意温暖来自于哪里 那就本末倒置了 刚刚刚和仁明讲了那么多理想的话 到头来 到头来 到头来自己却做不到 那是不是太丢人了 我 到头来自于是过分在意温暖的力量支撑 不如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的一天 要开始啦 你那个课题最近还顺利吗 下个月应该就能健康了 唉 前几天还以为要被叫停了 好在是虚惊一场 啊 毕竟你课题的导师中有阿扎儿挂名 原来还以为会被牵连 哎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不是新来了一位代理贤者吗 他重新审阅了我们的项目 允许我们继续研究 代理贤者 以前有过这种职位吗 我听人说 其实是因为新贤者还在选拔 但暂时没有结果 就让那个人赞代一下 也多亏他帮我们说了话 大家的研究成果才能保住 等论文件刊后 我一定要给自己放个长假 好好休息一下 到时候 我想去蒙德旅游 唉 那些人真是昏了头 竟然会请艾尔海森做代理贤者 唉 潇潇气 老师 我也纳闷 按资历 您才是学术泰斗 怎么轮到他一个矛头小子 愚蠢 你以为我是弃自己没当上贤者 我是不理解为何偏偏是艾尔海森 当初他选修我的课 一学期我就没见过他几次 问他 他居然敢顶撞我 说听我讲课还不如自己在家看书 狂妄刺头 这样的人竟然成了代理贤者 简直就是教理院的不幸 冷静啊 老师 我 我去给您添点水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听说新的代理贤者 是我们知论派的学长 真的吗 是谁啊 他叫艾尔海森 我是没见过了 最近有关他的说法不少 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比起这个 最近音论派有个风头正盛的学长 听人说他很可能是下任贤者之一 哦 他有开课吗 我们要不要早点去拜访一下 哦 看来艾尔海森要当代理贤者这件事 传得很广呢 不过居然也有人不认识他 他似乎不是那么有名 关于他的评价也是有好有坏 特别是刚刚那个老人 看上去对他很不满 哦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风机关 风机关 我是伊利亚森 我要见风机关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哇 你都这样了 还是不要勉强自己了吧 要不你把事情告诉我们 我们帮你转告给风机关怎么样 不行 我必须亲自见到风机关 只有风机关可以信任 拜托你们扶我一把 这件事很重要 绝对不能出差错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好吧 我们带你去找风机关 虽然答应带他去找风机关 但我们认识的风机关好像也不多 哦 对了 赛诺应该回教灵院了 我们去找他问问吧 你好 我们想打听一下赛诺在教灵院吗 两位看着眼熟 莫非是赛诺大人的朋友 赛诺大人正在外面执行任务 有什么事可以先和我说 我会帮你们转告赛诺大人 我们在教灵院门口遇到了这家伙 他吵着要见风机关 好像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哦 不介意的话 可否先跟我聊一聊 希拉姐 希拉姐 这个名字听上去很耳熟 是音论派那位学者吗 音论派的学者 嗯 音论派风头鼎盛的学者 听说是一位敢想敢做的天才 也有消息说 他可能会代表音论派成为下人闲者之一 你接着说 希拉姐怎么了 我也解放 希拉姐 正在做一个危险的实验 他绑架了我 把我绑到那个可怕的山洞里 到处都是实验器材 我拼命地跑 只差一点 我就被他抓住了 别紧张 慢慢说 他在做什么实验 那个山洞在哪里 我不记得了 这么重要的事 你竟然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 希拉姐吵走了 之后我的脑袋 就开始变得不正常 我忘了很多东西 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但我知道那里很危险 必须立刻阻止他们 对了 我还听说 他们会在酒馆做交易 得快一点 就算你这么说 好吧 我会让我的同事去查 希拉姐的情况 不过在那之前 我希望你接受 封机关的策谎调查 你在怀疑我 不要误会 只是惯例而已 劳烦两位在这稍等一会儿 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艾尔海森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解释一下吧 刚刚我带伊利亚斯去测谎 他顺理通过了 这意味着他说的话 有很高的可信度 我们决定围绕他提供的线索 展开调查 这件事按惯例 我可以汇报给了艾尔海森大人 他听完之后 先是给塞诺大人留了封信 然后提出要和我们一起行动 奇怪 艾尔海森居然会和封机关一起行动 莫非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想多了 只是有点兴趣而已 是吗 你还有这种闲暇呢 不如我们也一起去看看吧 艾尔海森大人参与我们的行动 已经是违规情况了 你们 算了 毕竟伊利亚斯是你们带来的 我可以允许你们一起来 前提是 你们必须对一切计划保密 放心 我们的嘴巴可是很严的 那我先说一下目前掌握的线索吧 伊利亚斯声称 希拉杰会与某位妙论派学者 在酒馆进行交易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清醒回忆 似乎是在逃跑的时候偶然听到的 顺便一提 接下来该怎么做 艾尔海森大人 看来你最近没看任何文书 新颁部的教练明确提出 对于已经确立的调查案 即便是贤者出面 也无权干预封机关行动 如果你们的上司在 他不会问我该做什么 反而会警告我不要指手画脚 你说的没错 我明白了 那请您在这里稍等 我们立刻封锁周边区域 搜查可疑人员 伊利亚斯就留在这里吧 也劳烦艾尔海森大人 保护主要证人了 可以 他要是能保护好自己就更好了 果然还是老样子 之前在阿如村的时候就是这样 动不动就不理人 回答没水平的问题 是对发问者的纵容 而且我需要让他清楚地明白我的态度 和你们一样 阿拉夫也疑惑我为什么会跟来 但和你们不同的是 他把这个问题想得更复杂 比如 代理贤者想要染指封机关的权力 他向我提问 明显是在试探 封机关早先受到贤者影响 难免被卷入这种官僚陷阱 但他根本不需要那样说 我希望他了解 这一次我不会插手他们的工作 好复杂 所以我起初一直反对当什么代理贤者 头衔会让很多事变得麻烦 在所难免 打扰一下 艾尔海森大人 我有个问题 无论如何都想问 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没有 我对你好无影响 我想也是 我跟您这样的人应该没什么交集才对 那又为什么要问 因为第一次见到您时 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种 熟悉的感觉 是吗 错觉 或者是 艾尔海森大人 代理贤者亲自过问的案件吗 我的天 我该不会卷入什么大麻烦里了吧 我 我只是一时利益心心 还请各位手下留情 我想问他几个问题 当然可以 你认识希拉杰 听过 买家的名字 他约我在酒馆做交易 不过迟迟未到 交易的内容是什么 他不知道在做什么实验 好像需要很多能源与电路元件 只有我们项目有 他私下联系我 让我假借淘汰损毁之名 卖下来一些 他会高价收购 本来我们约好今天在酒馆交易 谁想到我先是被放了鸽子 又遇到了你们 也许是希拉杰察觉到 伊利亚斯有可能会透露消息 所以故意没来赴约 不管怎么说 线索到这里似乎就断掉了 好消息是 不管希拉杰想做什么 没有这批能源与电路 她的进度肯定会受到阻碍 我们还有时间慢慢调查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纳兰德拉交给你们带走 另外 我还想再见伊利亚斯一段时间 哦 这个没关系 我们对伊利亚斯进行了全方位的策划 他确实不记得更多事情 我们也不打算从他这里寻找突破 不过顺便问下 您留下他的理由是 我以前看过一些关于失忆的论文 想尝试引导他恢复记忆 原来如此 那我们先回交灵院 伊利亚斯就拜托您了 跟我来 结果希拉杰根本没来酒馆 纳兰德拉也没有什么线索 好像陷入僵局了 艾尔海森 你真的打算管到底吗 总觉得你对这件事格外有兴趣 我都有点意外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猜到原因了 哎 我没猜到呀 你猜到了吗 嗯 同届的同学 原来是这样 所以阿拉夫跟你汇报的时候 你才提出要跟来看看 你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不是因为内容 而是因为嫌疑凡事认识的人 你的描述跟事实相差甚远 不过我并没有寄希望于 你能得出更准确的答案 你暂时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我跟他是同届入学 后来我当了书记官 而他继续在学术上深造 一年前 他提交了一份课题申请 当时的大嫌者看后问我意见 我并不怎么看好 因为从结果来说 他触及了六宗根源之罪中的人类进化之事 从人类进化之事 到蔓延奥秘而心无惧怕之事 六宗根源之罪 是此事万般罪责的开端 也是贤者们制定和修正教领的参照 希拉节的研究在我看来过于天真 但结果上 他确实触犯了底线 大嫌者参考了各种意见 那份报告最终被驳回 所以他购买能源和电路元件 多半是想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 私自进行实验 听上去好可疑 还是阻止他比较好吧 伊利亚斯 你再努力想想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发现 抱歉 我试过很多次 但无论我怎么回忆 那些事都像是隔着厚厚的迷雾 人在受到强烈的刺激后 可能会下意识割舍部分记忆 以此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但这些记忆并不是真的消失 只是暂时被封存了 给予适当刺激 仍然有恢复的可能 试着回忆一下你在意的事情吧 不必非要和案件有关 其实 我感觉我忘掉的事情有很多 不仅仅只有被抓去做实验的部分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过些什么事 有些我能记起来 有些 不管怎么想都没有头绪 不过我隐约记得 自己有两件不得不做的事 说来听听 第一件事是 从教令院领取薪水 送给在华城锅的妹妹 我不清楚想请 只记得 以前我似乎每个月 都会把钱给妹妹 让她补贴家用 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事是什么 想不起来 抱歉 我真的忘了太多东西 不意外 目前只有你见过洗垃圾 只有你知道那个山洞的具体位置 所以 我们会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帮助你恢复记忆 失去记忆 一定很痛苦吧 不过我们会帮你想起来的 多谢 不仅仅是痛苦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 丢失了太多记忆 让我对自己的认知 都变得模糊 脑袋汪汪作响 好像下一刻 就要失去意识 但 在这种令人作呕的感觉中 我又像是 得到了解脱 不管怎么说 多亏了你们 我变得稍微清醒一些了 我记得 我在教令院中 一个叫做 调研筹备处的地方兼职 每个月 也是在那里领取薪水的 我明白了 那就先去找那边的负责人 走吧 埃尔海森大人 近期的调研开支表 我已经送到您办公室了 您看了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到了 最近的调研开支 比以前少了很多 是啊 主要是因为 有调研需求的学者少了 这个说起来就很复杂了 您今天来是为了 这个人你应该认识 叫伊利亚斯 他曾经在这里兼职 过来取薪水 哦 可以是可以 不过伊利亚斯 你这几天去了哪里 前些日子 正是最忙的时候 你一声不吭地消失 工作全部都落到了别的学者身上 我这边出了些意外状况 很抱歉给大家添了麻烦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你的工作 其他学者差不多做完了 不过有一件事还没有着落 你还记得钱德拉吗 他之前提交了外出调研申请 是你负责跟进 然而就在几天前 他却撤回了这份申请 取消了外出调研的计划 这是本月第十二个撤销 调研申请的人了 所以我想请你去问问他这么做的原因 这个时间钱德拉估计在喝咖啡 你可以去咖啡馆找了 我明白了 那薪水 等你回来后 我会足额发放 当然 下不为例 如果你总是不打招呼就消失 其他同事也会感到困扰 这样可以吗 埃尔海森大人 我没意见 就这么办吧 伊利亚斯 好久不见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你取消了调研计划 就想来问问原因 哦 那个呀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了 只是不太想去了 应该不止我一个人取消了吧 最近大家都没什么研究性质 不是吗 没什么研究性质 是啊 哎 话说你是谁来着 看着有点眼熟 不用在意 继续说下去 啊 前段日子不是正好赶上闲者倒台吗 很多由他们主导的实验项目被叫停 相关学者也在接受审查 在这种多事之秋 大家也都不愿意冒险做新研究 先随便做点什么打发一下时间 等局势明朗了再说 你所谓的局势明朗 是只搞清楚新闲者的喜好吧 真是不留情面的说法 不过缺乏研究性质的原因 倒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样 还有什么 因为虚空装置关停了呀 你们也知道吧 我们做研究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 原来呢 不管需要什么 只要发出申请 虚空就会回应我们 可以说是方便至极 我们不用下苦工去钻研 就能快速进行各种实验 我懂了 你也懂得对吧 尝试过这么好用的东西 现在谁还愿意辛苦万分地查资料呀 眼下教令院还在开课题 做研究的人屈指可数 大部分人和我一样 都在等那些有名的学者开课题 然后一股脑地报名加入 这样虽然在论文署名的时候会靠后 但麻烦也少了很多 不用做复杂的思考 只需要考虑分派给自己的任务就行 伊利亚斯 你怎么了 脑袋好疼 我想起来了 希拉节朝走过来的时候 他正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将成为希拉节三十六号 融入以我主导的意识中 只思考固定的魔怪 就像风潮中的攻凤 我没听懂 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希拉节研究的内容 和他当初提交的课题一样 叫做集群意识与进化之路 希拉节认为 只要实现三点 就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实现集群意识 帮助人类完成进化 首先 把实验者按能力 从高到低进行编号 将一号设定为主控意识 然后 由主控意识 将事情拆分为多个模块 按重要程度 分派给不同编号的集群成员 最后 集群成员必须有办法快速交换信息 最好是能够共享记忆与情感 我还是不明白 这样有什么意义吗 相当于把许多大脑连接在一起 为不同的人 适配不同的思考内容 以此将众人的意识整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既像是个体 又像是组织的全新存在 恐怕在希拉节看来 这种集群意识 正是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存在 感觉像是把很多人捏在一起 贴上去有点可怕 正如爱尔海三所说 希拉节给所有实验者 分配了不同的编号 编号靠后的人 只思考简单的问题 比如集群成员的衣食住行 编号靠前的人 则思考复杂的环节 比如未来的发展计划 希拉节称呼我为三十六号 好像是中等偏后的数字 我还记得希拉节说 她的计划已经在锦罗密谷的推进 很快 整个蜂巢就会完工 怎么会这样 我们也要快一点 一定要在完工前阻止她 我尽力 可惜刚刚我只想到了这些 还是没有记起那个山洞在哪儿 抱歉 慢慢想 总会想起来的 不过 有些地方不对劲 细节对不上 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嗯 仅仅三十六号吗 真可惜 在我看来 你的天赋远远不止于此 也不知道希拉节设置编号的根据是什么 总之事情办完 我们走吧 诶 几位稍等 刚刚我替你们在聊希拉节 你们是在找她吗 哦 你有什么线索 希拉节最近名气很高嘛 我听说 她得到了不少知名学者的认可 是下任贤者的有力竞争者 她的研究小组 不知道多少人削尖了脑袋一箱挤进去 我比较普通 所以没有这个机会 不过我认识一个叫杰纳基的学者 她曾经接到过希拉节的邀请 然后拒绝了 你们要是感兴趣 不如找她问问 她平时会在花园的凉厅里看书 你就是杰纳基吗 我们想向你打听一下 关于希拉节的事情 伊利亚斯 你认识我 抱歉 我对你好像没什么影响了 你在跟我装傻吗 没有 我真的失忆了 很多事情记不起来 然后呢 你是想说 你已经忘了当初做过的事 所以我该原谅你了 还是说 你找了代理贤者当考山 准备清算我 最不合群的两个人居然走在一起 真是糟糕透顶 打住 两位似乎有什么怨戏 但我不关心你们之间的事 我听说希拉节曾经邀请过你 参加她的项目 这件事是真的吗 是又怎么样 希拉节的确邀请过我 我对她的课题也挺感兴趣的 好像是个和集群意识有关的课题 反正 她语弄我可以成为第四十五号实验者 我觉得这个数字太低 就没有答应 谁愿意当掉车尾 我猜不去 希拉节有没有告诉过你 这个编号是按什么牌的 说了 以前那些闲者不是利用虚空 从我们的脑袋中抽取智能吗 当时他们留下了一份文件 上面是虚空 从每个人身上抽取的智能数额 希拉节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那份文件 以此为基础 对实验者进行编号 原来如此 她认为这个数据 可以用来衡量人脑的运算能力 先不提数据的真假 根据智能评价一个人 原本就毫无意义 智能最多只能算能力的一部分 人是很复杂的 没办法用单一的标准衡量 看吧 我就说我怎么可能才排四十五号 除此之外你对希拉节还有什么了解吗 没有了 她来找我我不答应 就到此为止了 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走了 眼不见心不烦 请等一下 我 还是想知道 以前我做过什么 你真忘了 千真万确 我可以作证 风机官也说 他确实忘了很多东西 不像是说谎 行吧 忘了也好 我回想起来就生气 实在没法耐着性子讲给你听 你只需要知道 你曾经拖累了很多人 其中也包括我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再见 他走掉了 感觉他好像很讨厌你 你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吗 是的 不过 他这么说 我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好像 我真的做过什么不好的事 你希望自己想起来吗 虽然你是指控希拉杰的证人 但你现在的确失忆了 如果你不愿意回忆起来 别人也没办法逼迫你 你只要假装努力一下 然后告诉我们做不到就可以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之前我说过 察觉自己失忆后 其实我不知为何 感到一阵解脱 可我总觉得 自己不该就这样解脱 我还是想回忆起来 过去发生的事 我该怎么做 我能查到你的档案 如果你真的拖累过很多人 这种程度的大事 肯定会留存在档案中 需要帮你看看吗 拜托了 好 那就先回智慧宫吧 耽误了一些时间 你也该去取回你的薪水了 暂时分开行动 你先去领取薪水 你们跟我去查档案资料 之后在这里会合 再去化成锅 好的 谢谢你们 放轻松点 反正紧张也没用 是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无论我做过什么 我都会面对 然后 我也会努力想起来 关于希拉姐的事情 将这一切做个了结 记住你说过的话 等会儿见 近几年内的重要档案 应该都在这里了 我先说 我先进出 我们这边 就这么看 不过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我 不容易 有没有 我不管 我不管 我 不管 她 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楼下会合吧 我到底做个什么 档案里显示 你曾因勇气与正义感受到过教练院的表彰 获得了类似英雄的待遇 我 是的 你的导师涉嫌学术剽窃 而你站出来举报了他 经过调查 你的举报内容属实 你的导师也被风济官绳之以法 这件事当初引起不小的轰动 教练院对你进行了加奖 怎么 你想起来什么了吗 没有 我直接的头很痛 像是要撕裂了一样 那是我做的吗 可为什么 先放一放吧 跟希拉姐的事也没有直接关系 没必要为此弄坏了脑子 抱歉 本该是听了会高兴的事情 身体却本能地抗拒 强行回忆的话 会痛到几乎失去知觉 那就循序渐进 找回记忆本来就是件辛苦事 特别是不愿意回想起来的那些 做你认为该做的事就行 多谢 虽然不知道 你为何这么笃定 但我也多了几分信心 那接下来就是去化成锅 把薪水交给伊利亚斯的妹妹吧 我们出发 应该就是这附近了 我想想 接下来应该是往这边走 伊利亚斯 你怎么回来了 老爹 没什么事 我只是回来看看 真没什么事吗 他们又欺负你了 别瞒着 跟我们说说 伊利亚斯 你怎么了 没事 我稍微有点头疼 可能是没休息好 唉 当初我就跟你说过 不要逞一时之勇 你看现在闹的 在教灵院的日子不好过吧 我一些信都寄到家里来了 你在那边应该也吃了很多苦 实在不行 我们就不在教灵院待了 回来也挺好的 我真没事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伊利亚斯 没什么事 只是大家都很担心你 你也别嫌爸妈唠叨 其实他们知道 那时候的你 做的是正确的事 只是后来 听说了很多你的负面传言 家里也收到了威胁信 站在爸妈的角度 他们也许 只是希望你合群一些而已 合群 是啊 哥你不记得了吗 那件事之后 你 哥 你怎么了 原来是这样 我想起来了 没事 我想起来了 总感觉你今天怪怪的 总之就是 我也理解你的选择了 只是我和爸妈一样 希望你能开心点 我不太在乎 你是不是英雄 我希望 你能活得轻松一些 你的理解 会让他轻松不少 是吗 那太好了 你是大哥的朋友吗 比起我 这两位更适合朋友这个词 我的名字是艾尔海森 他们是旅行者和派盟 好像听谁说起过 不管怎么说 知道大哥有朋友 我就放心了 要一起来家里吃饭吗 正好我多买了点菜 抱歉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 真可惜 那我先走了 大哥照顾好自己 放心吧 我不会再做什么 让你们担心的事了 想起来了 是啊 想起来了 刚刚多谢你了 总觉得 你也没有很让人讨厌啊 这是你表达感谢时 该说的话吗 抱歉 我 我是真心这么觉得 我在酒館门口问过你 我们以前有没有见过面 对吧 当时我说 我看到你时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其实是想说 讨厌的感觉 讨厌的感觉 是的 不过相处下来 却发现你这个人 并没有让我讨厌到那种地步 奇怪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的优点就是 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 但愿你也能拥有同样的好品质 以免像这样纠结人际 我要是有你的心态就好了 先不说这个 我想起来希拉姐做实验的山洞在哪了 我带你们去吧 真的吗 太好了 可是我记得你说 你有两件不得不做的事 不是才做了一件吗 另一件呢 不做了吗 呃 是有轻重缓急 必须在希拉姐完成集群一时之前 阻止他 不然就来不及了 也是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就是这里了 确实很隐蔽 不过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进去看看 奇怪 里面比想象中要大 真的还没有完工吗 伊利亚斯 你对这里有印象吗 咦 伊利亚斯人呢 周围没有他的气息 是和我们走散了吗 我们在这里等他 还是回去找一找 不用 继续往里走吧 好吧 那我们继续前进 到开阔的地方等他好了 去打 把他给你换 为何 都给他 把他给你换 都给你换 买 要不 留下 你换 244 你换 已经可以了 伊利亚斯 你为我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我想不明白 所有人都知道加尼剖下了你的研究 为什么没人愿意把真相公之于众 他拿着你的论文申请了项目 每次项目遇到困难 他就来找你解决 这件事明明不是什么秘密 你知道那个项目有多少人吗 如果加尼因为学术剽窃离职 项目也就完了 许多人会因此受到牵连 但加尼摆明了 就是在没完没了地压岔你 他把最困难的工作丢给你做 让你周夜不得休息 然后大摇大摆地拿着你的研究结果 声称这是他自己做的 这是不对的啊 为什么你要忍耐呢 很多人警告我不要输出去 我觉得也有道理 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只要能顺利毕业 没事了 他也有给我酬劳 整整半年的努力 无数个不明之夜 再加上被随意的威胁和谩骂 就只两万摩拉 这简直是把人当牲口使唤 好了别说了 没事的 忍一忍就过去了 你怎么了 难道说你其实有独心的能力 显然不是 刚刚我也看到了一些 应该是伊利亚斯与极群意识连接的过程中 泄露出了部分记忆 连接 极群意识 很明显 这里并不是未完工的状态 风巢建成很久了 有关极群意识的研究项目已经完成 现在 伊利亚斯正在回归极群 这个说法不全面 继续往里走 你就知道了 有关极群的研究 没有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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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在 有关极群的研究 没关系 没有伤重 推荐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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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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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和伊利亚斯说的完全不同 看上去已经完工很久了 看上去 思考擅长的事情 为集群做出贡献 完全不会觉得疲惫 艾尔海森 一想到这个名字 心中的厌恶就由然而生 我们一定会清理掉它 尽管 最近乱七八糟的申请表有点多 都驳回吧 人的是 此之一 我以为 为了成全你一个人的名声 搭上了我们长达一年的努力 你知不知道你连累了多少人 你想当英雄 什么时候都可以当 等项目完成不好吗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拉渡从天台跳下去了 难道你们也觉得无所谓吗 拉渡的事确实让人遗憾 我原来以为 他应该更坚强一些的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 大家都很辛苦 他完全可以再忍耐一下 偏偏选择这个时候 总之 我们不会再和你有什么往来了 因为你鲁莽的行为 加尼被风机关审判 这个项目也结束了 你当然无所谓 但包括我在内 不知道多少人需要这个项目 来完成学业 现在前途未卜 最差的结果是 我们全都没法顺利毕业 你明白吗 抱歉 你不需要道歉 我也不会接受你的道歉 但你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别发呆了 你又看到了什么吗 别多想 有什么话当面问他就好 要是 不需要道歉 行吗 失去 难道歉 我 嗯 嗯 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把两把秘药都带着吧 奇怪 伊利亚斯 没有研究小组愿意要你吗 想要节课 必须与其他学者一同完成报告 我知道你是学术打假的英雄 但英雄也不能破例 不是吗 也许你应该试着改善一下 和其他学者的关系 太过特立独行 也不是一件好事 我知道了 你看起来好像很苦恼 你是 忘了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是希拉杰 希拉杰先生 我听说过你 您找我有什么事 世人总是讨厌不太合群的人 我想 你应该也尝尽了不合群的苦头 听说你在举报加尼之后 一直遭受排挤与孤立 就连家人也无法理解你的做法 其实我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 能够帮助你彻底融入到群体中 这样 你就不必活得那么辛苦了 怎么样 要来试一试吗 看到了什么 居然是这样 他真的骗了我们 那个大坏蛋 不对 希拉杰才是真正的大坏蛋 伊利亚斯是普通的坏蛋 气死我了 我们赶紧去找他问清楚 伊利亚斯 你们来了 我特地放缓了融入集群意识的进程 想要以伊利亚斯的身份 见你们最后一面 我想作为伊利亚斯 向你们道歉 在化成锅的时候 我想起来了 第二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将你们引到这里 绕开风机关 将艾尔海森带到风巢 这就是我作为希拉杰36号接到的任务 你 你早就是希拉杰36号了嘛 但你明明通过了风机关的策谎 是的 那时候我确实忘了很多事 甚至忘了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但那并不是我受到惊吓后忘记的 而是我主动删掉的 想要骗过艾尔海森很难 我必须给自己制作一个完美的伪装 最好的伪装就是骗过自己 是啊 我跟你们说 风巢尚未建好 也是因为我删掉了建好它的记忆 这里早就完工了 离开之前 我以36号的身份活着 现在 我选择回归这个身份 只有在这里 我才能真正得到解脱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进入这个房间 我的意识将重新融入集群之中 再见了 这就是你的选择 是啊 比起什么希腊杰36号 我们认识的明明是伊利亚斯才对 也许留在外面很痛苦 但是 但是我觉得不可以逃避啊 还需要时间考虑吗 伊利亚斯 你 你是 他就是希腊杰 你就是那个大坏蛋 坏蛋 真是率真的说法 我做了什么人神共分的事情吗 你 我改造了虚空装置 让使用者可以共享记忆与情感 然后从教令院招揽学者 建立伟大的集群意识 我为每个人制作编号 并且拆分实验计划 交给他们去执行 在这里 人们无需进行复杂的思考 也能活得轻松而幸福 这是他们的选择 我只是满足了他们的愿望而已 你 你 你这明明是在狡辩 那我问你 这里与外面 有什么区别吗 教令院的学者 在激进的氛围里 热衷于危险的研究 在维米的气氛下 变得无所事事 世人都在跟随着群体一直生活 就算是有棱角的人 在受尽挫折后 也想变得和群 我说得没错吧 伊利亚斯 无需否认 因为这并非错误 对于群居生物 和群即是天性 而和群的终点 正是集群意识 庸碌的蜂群 借此变得强大 将蜜蜂替换成人类 这个模型 将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 欢迎来到蜂巢 埃尔海森 你曾向大贤者建言 傲慢地否认这个课题 毫无分量 轻如鸟语的几句点评 就让我所有的努力 化为泡影 当然 我知道你对这些并不在意 他人的苦难在你眼中 不过如此 可我没有放弃 我还是将当初的论文 变成了现实 来的时候 我发现你的蜂巢里有很多空房间 你注意到了 那你猜猜 他们在哪儿 答案是教令院 他们正在执行另一个计划 一个能将我推上 闲者之位的计划 集群意识 将我们连接在一起 所有人一同思考 各展所长 同时执行多个复杂的计划 并根据意外状况 及时修正策略 一切都很顺利 你是最大的绊脚石 解决掉你之后 我会利用不断攀升的影响力 将集群意识 转变为合法的研究 雪球会越滚越大 最终所有人都会加入到我的集群中 我 不 集群会执掌一切 带领教令院 迈向新的未来 我们才不会让你得逞 只有嘴上功夫可没用 你们能做什么 你们甚至无法改变伊利亚斯的选择 回到蜂巢中去吧 三十六号 是 等一下 不可以回去 你 你想想看 外面还有很多人在担心你呢 而且你也没有不合群 我们不是你的朋友吗 明明是四处旅行的人 真好意思说这种话 你们能一直留在教令院吗 等你们离开 悲剧又将重演 回去吧 三十六号 你应该很清楚 漂亮话 是没办法让人活得轻松的 伊利亚斯 为什么 你们和艾尔海森一样 太傲慢了 你们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像你们一样清醒的活着 却不知道大部分人 只想要轻松的生活 我敢让三十六号在失去记忆的情况下离开蜂巢 就因为我知道他最后一定会回来 事实证明 我比你们更了解人性 说点什么吧 艾尔海森 我会把它当作你的遗言 我要说的 一年前就表达得很清楚了 你所提出的模型极其不稳定 光线的包装并不会改变他脆弱的本质 不过这也没办法 假如你敏锐道能发现那些问题 也就应该能意识到 伊利亚斯回归集群意识时 你的风潮已经产生了某种变化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集群需要执行计划的动力 就像机械需要用于运转的能源 所以你以主控意识的身份 将你对我的憎恶同步到集群中 促使他们制定并执行除掉我的计划 当伊利亚斯回归集群 他的记忆与情感会共享给其他成员 其中也包括对我的认知 刚刚多谢你了 总觉得你也没有很让人讨厌啊 奇怪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这与你给予他们的憎恶相违背 两种不同的情感 会带来全新的冲突 原来是这样 等等 所以你也早就知道 伊利亚斯会回到蜂巢中去 然后你还假装挽留他 就是为了骗过希腊姐 真不愧是你 艾尔海森 集群意识出问题了 我们就一股作气 等一下 恶复正常了 我说过了 你太傲慢了 艾尔海森 你觉得这种程度的算计 就能动摇我的蜂巢 伊利亚斯的回归 的确为蜂巢带来了异样的情绪 但在集群当中 这点声音根本掀不起什么波澜 你的挣扎不过是徒劳而已 也该结束了 就让你们亲身领略一下 集群意识的可怕之处 好多魔物 从哪里跑出来的 而且总觉得看起来怪怪的 我将魔物也纳入了集群的范畴 他们的编号排在最后 但也是集群的一员 哪怕是智慧不高的他们 也可以借此实现精彩的配合 如同经过严酷训练的士兵 淹没于无休止的浪潮中吧 你 你们 都将为无尽的傲慢 付出代价 喂 艾埃海森 你的招数不管用了 现在该怎么办 我准备的礼物 已经送达集群内部了 距离收件人获得惊喜 还有一会儿 你们只需要打起精神 应对眼前的麻烦即可 好吧 虽然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不过我们上 尽可能拖住他们 静神 自营 老实点 接好了 艾尔海森并没有那么可恨 但这是必须要做的事 干娘的 我们才能更进一步 开锅了开锅了 冻结吧 看到了吗 这就是集群的意志 纵使增悟消失 他们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外在的异常根本无法动摇集群的稳定 抱歉啊 光板 自营 他应该支撑不了多久了 比想象中的难缠很多 小云那边也出事了 男机关 就打扁了 解证 怎么回事 突然堵出这么多细细流 都安静点 我以主控意识的身份命令你们 我以主控意识的身份命令你们 自营 这个如何 小心着凉 行 行 灯光 怎么可能 为什么还没有解决 难道是我的判断出了问题 敌平的意志不会有的过 是主控意识出现了误判 主控意识犯错了 那西南节 行少爷当中最聪明 变后最靠前的人 就是最右锦 真的吗 接着 动劫吧 进山 你到底做了什么 冷静点 你不是有很方便的办法验证吗 今天三十六号吗 真可惜 在我看来 你的天赋远远不至于死 先不提数据的真假 根据只能评价一个人 原本就毫无意义 这是你对伊利亚斯说过的话 现在成了所有风潮成员 共同的记忆 我知道了 引导并放大了他们的私欲 你想从内部彻底毁掉我的风潮 人性本就是不平的砖石 你却妄图用它堆砌高塔 当主控意识的危险一向再降 他们便会开始思考我说过的话 如机器般的活在这里 穷其一生充当你的工具 这真的值得吗 只要有一个人产生这样的想法 思欲怀疑与恐慌 就会借助你搭建的意识之网蔓延 所谓的风潮 在这一刻 已经名存实网 还没结束 我是主控意识 一定还有什么办法 太晚了 当思欲不断叠加 群风将杀死他们的王 那就是我当主控意识 你绝不会输得这么难看 不敢还在这么靠红的地方 你拉结那个老骗子 这和之前说好的不一样 把你的位置找出来 咳咳不断叠加 冯 Pen�� 集群意识中的成员更容易达成共识 就像伊利亚斯 虽然产生了不同的认知 最终也还是跟随集群意识的判断 但这并不完美 基于这种逻辑 集群意识在处理负面情绪时 将产生难以抑制的扩散效应 伊利亚斯所引发的骚动并非毫无意义 它让集群对主控意识产生了质疑 质疑随之计划受挫被进一步放大 主控意识的影响力下滑 集群不可避免会产生负面情绪 顾虑 失望 恐慌 贪婪 人和人无法真正交心 许多负面情绪就能被很好地隐藏起来 但在没有秘密可言的风潮中 负面情绪会如潮水般蔓延 当然 我对伊利亚斯说过的话 也正是这一切的导火索 几个词语就够了 相信语言的力量 希拉吉 从那时候开始 你就已经在想办法破坏极权意识了 你看出来伊利亚斯是一个诱饵 但你怎么看出来的 从什么时候 从见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了 另外 我从来没有用傲慢的眼光看过你 我对你一直是客观评价 你对集群意识 人类进化之事的看法都很天真 但你是个聪明的人 做事也很严谨 所以你不可能放任实验者出逃 你不会犯这种错 更不会犯错后毫无补救 没想到 有一天我会从你的嘴里 听到这种评价 如果你是出于同情而这么说 那大可不必 我很清楚 你从来就没有平等地看过我 你和我们站在一起时 你的目光总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 不用掩饰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那是天才的傲慢 没有人喜欢被那样看待 你的观点完全取决于你看待事物的习惯 从你的角度来看 很可能认为我和你一样 都是不合群的人 但我从未将自己置于高处 我只是想脱离嘈杂的环境 远离无意义的杂音 客观看待一切 反而是你 没能和真实的自己达成一致 过分在乎他人评价 在乎胜负 你的意思是 傲慢的人是我吗 难道不是吗 傲慢 而且脆弱 将人们看作简单而平庸的集群 将我视为你的同类 不管怎么说 这次是我输了 你可以把我送到教灵院 接受审判 你会得到审判 但抓人不是我的工作 我只是个普通的文职人员 还是让这位大风济官先生 带你们离开吧 萨诺 你怎么在这里 我是跟着记号找过来的 看来事情已经结束了 在几号 我在给他的信里留了一个简单的图案 来这里的路上 我做了几个相同的记号 等等 给塞诺的信是指 啊 我想起来了 刚见到你的时候 阿拉夫说你给塞诺留了封信 你真的从一开始就知道伊利亚斯有问题啊 可恶 你居然连我们都骗 最好别乱说 我可没有对你们进行任何误导欺骗 前几天倒是在院里看到一些资料 按照上面的方法练习 或许能提高视力 你需要吗 你这家伙 对了 塞诺 我们听说希腊姐还派了一些人去交灵院 那些坏蛋也不能放过 放心 封记官已经开始排查可疑人员 逮捕了大量希腊姐的党羽 这应该也是集群意识动摇的原因之一 都在你的意料之中吧 艾尔海森 好了 感兴趣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逮捕工作就交给你们 再见 他自顾自地走掉了 这里有这么多实验者 我们还是先留下来看看吧 完了完了 我竟然参与制定了这么多计划 想要干掉代理贤者 我是哪根弦搭错了 居然搞出这种事 我们应该只是从犯 就怕艾尔海森给封记官施压 重判我们 代理贤者 书记官 不管是哪个身份 我们都得罪不起 以后在交灵院的日子 怕是难熬了 先不谈以后的事 离开集群后 我隐约觉得有点愧疚 之前没什么感觉 是因为艾尔海森本来就没什么名气 我所听到的评价也不是什么好话 希拉姐让我们憎恨艾尔海森 我们只当她是个坏人 也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情绪 现在看来 我们确实做了很多不合理的事 这也算我们自作自受吧 你们能帮我们向艾尔海森道个歉吗 好吧 我听你们跟艾尔海森说 不过她愿不愿意原谅你们 我就不知道了 没事 不管她接不接受 我们心里都会好受一点 她如果记恨我们 我们也甘愿受罚 该走了 走吧 她们到底算不算被蒙蔽呢 等出去后 我们找机会问问艾尔海森吧 看来 我还是做不了希拉姐三十六号 仍然要以伊利亚斯的身份活着 在化成锅的时候 其实我也想过 自己是不是应该站出来 把真相告诉你们 但是 当时的我 果然还是没有这个勇气 到头来 我失去了曾经的正义感 却没有变得和群 伊利亚斯 别难过 是我对不起你们 不过 我也不是全无收获 风潮崩塌的那一瞬间 我的脑海中 忽然有了一个念头 原来 我一直想要融入的集群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在明白这一点之后 心里不知道为什么 又多了些许勇气 也许有一天 我也可以像艾尔海森那样 完全不在意他人的态度 嗯 我相信你肯定能做到的 多谢 我也该走了 作为主要案犯之一 去接受审判 这次的事情 可以先对我的父母 与妹妹保密吗 我不希望他们再为我担心了 另外 也替我向艾尔海森道歉 再见了 两位 所有的实验者我们都带走了 我会派人查封这里 回收资料 销毁装置 你们有受伤吗 我带了绷带和这些药 没事 嗯 就是有点累 早点休息 艾尔海森估计在门口等你们 没什么事 就和他会合吧 注意安全 地方吸垃圾还有钱藏的同伙 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就来教令院找我 好 三诺也注意安全 那我们就先去和艾尔海森会合吧 事情顺利解决 可以回去了 还以为会更快处理掉呢 比我想的要费时间 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还有很多问题想问 尊重你的好奇心 但现在是下班时间 我不会回答了 喂 我们又不是你同事 难道你感觉不到刚才那只是个借口 你 你居然还找借口 不行 今天不把那些什么激情 什么进化的细节说清楚 你就别想走 再见 你给我站住 可以了吧 你这副样子会让我想到一些人 别转移话题 从头开始解释太麻烦了 我也不想站在这里讨论这些 这样吧 你们跟我走 去哪里啊 到了就知道了 这是你家 对 居然请我们到你家做客 怎么这么客气了 哎 你回来了 快来帮我看看 挂花这样摆正不正 哎 这些是谁啊 大惊小怪 这明显是客人 你们 你们应该不是叫灵源的人吧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是那时候那个人 你们怎么认识我 完了完了 大家不会知道我住这里吧 怎么 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 你们不是室友吗 哎 对对对 你知道就行 别说出去啊 千万别说出去 家里有几本关于集群和潜意识的书 我去拿 你们聊吧 喂 喂 你就这么走了 什么意思啊 艾尔海森 抱歉 接下来要说的话可能有些冒昧 你们 嗯 应该不是艾尔海森请来假装朋友的演员吧 嗯 什么 看来不是 啊 以前从来没见过他请朋友到家里做客 难免有些惊讶 你们应该能理解吧 他那个脾气 可是 你不就是他的朋友吗 嗯 嗯 虽然我跟他算不上朋友 唉 好吧 以前是 现在不是了 嗯 好了 别在意 我叫卡维 很不幸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你们 总之 请不要把我住在这里的事说出去 嗯 看起来你有不少苦衷呢 那我们可以收风口费吗 哼 能说出这种话 你果然是艾尔海森的朋友 什么啊 很正常的反应吧 是你自己暴露了弱点的呀 那 那你也不能像他一样对我吧 我看你们挺合得来 客厅里全是你们的噪音 哼 自己的朋友麻烦你亲自招待 书我放这里了 看晕了 好复杂好绕啊 要不我们还是提问吧 我想想 首先 你怎么知道鸡群意识的弱点呢 一年前 希拉姐的论文乘到大贤者眼前 大贤者随口询问我的意见 我其实给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已经说过了 他的研究涉及人类进化之事 是教练院禁止的研究 第二个理由是 我认为他的研究方向过于极端 方案却太过保守 等等 那些还保守吗 他进了那么大的实验室 找了那么多人 还想把你干掉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极群意识变得稳定 就是完全抹掉实验者的人性 将思维集中于主控意识 把极群中的其他实验者视为工具 才是极群意识的最优解 这也太危险了吧 你...你不会真有这样的想法吧 我只是陈述事实 如果希拉杰真的这么做了 我同样会感到无聊 任何物种的进化 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完全丧失人性 人类也就不能称之为人类了 这也是教练院禁止研究 人类进化之事的原因 绝大部分研究 最后都会与进化相背离 我明白了 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未免太奇怪了 人类没了人性就不是人 那你十年后就能进化成别的物种吧 那你呢 退化成训兽吗 那我也是有情有义的训兽 不好意思 不是故意要听你们谈话的 所以你们是怎么了 遇到麻烦了吗 算是吧 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学者 带领一群人针对我们 针对 你们没事吧 哦 哦 这样啊 哎呀 人生就是会有麻烦啊 早知道今天别出门 就不会遇到那些烦心事了 对吧 还不如在家帮我大扫除呢 你看那边那些书 很久没打理过了 既然是平时不看的书 就别对在外面啊 呃 呃 你知道自己冷场了吗 不会以为自己很会聊天吧 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哼 所以说了这么多 你 没事吧 挺好 比你正在摆弄的那个挂画好多了 你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少对我的装修品为直手画脚 我都说不清他们谁更有问题 快点聊完走吧 说悄悄话的声音有点响啊 嗯 哈哈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想 哦 对了 那些学者想跟你道歉 希望你能原谅他们 我并没有怪罪他们 准确来说 我不在意他们对我的态度 一定程度上 他们也受到了希拉杰的欺骗 风机关在审判时 应该会考虑这一点 还有伊利亚斯 他说他在化成锅的时候 曾经想把真相告诉我们 但没有勇气开口 他也向你道歉来着 无所谓 我从没考虑过要他站出来揭露真相 从他的经历来看 他比一般人勇敢 没必要对他苛责更多 苛责勇敢者 是自身懦弱的表现 我打算去吃晚饭 还有十分钟 你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 嗯 我好像没什么想问的了 你呢 嗯 确实很让人好奇 在教令院 你说你是因为感兴趣 才跟风机关一起调查的吧 可是看到希拉杰后 又感觉你对他和他的实验 没什么兴趣 我对他本人毫无兴趣 但对于这么多人愿意跟他一起构成集群意识 感到好奇 现在我已经明白原因了 没错 贤者倒台 虚空装置关停 这些都影响到了教令院的氛围 希拉杰的实验明明没有许可 却依旧能拉来这么多人 可见最近研究项目匮乏 作为代理贤者 我会想办法处理 另外 伊利亚斯的事情也值得在意 举报学术造假是正确的事 不该得到这种结果 原来如此 看来艾尔海森还是有在认真工作 用最低限度的认真工作形容比较合适 辞成批复前 我还是会尽力处理这些麻烦事 等等 辞成? 我已向教令院递交了辞成 很快就能摆脱代理贤者的身份 继续当回书记官 这件事希拉杰应该不清楚 她运气不太好 要是再晚几天 无需她出手我也会主动卸任 到那时她再怎么折腾也不关我的事 不过就算没有我 她那个不稳定的模型也会因为其他原因崩溃 没什么区别 可是 你为什么要辞职呢? 我不适合当贤者 也不想当 教令院早就在按规矩 从各个学派选拔新贤者了 但流程很长 太花时间 代理贤者当得太久 很可能会被转正 那就是大麻烦了 我不想把人生耗费在上面 清醒很重要 好了 时间差不多 你们或许也该去吃个晚饭了 这么一说我确实饿了 那再见了 我们要去吃好吃的了 再见 希拉杰这个名字 我都没印象了 你们那届还有这种人? 不是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人 不记得也很正常 教令院就是喜欢给人施加压力 还动不动给人扣上天才奇才之类的帽子 这点我一直很难欣赏 不过就算是这样 教令院也不能交给你来领导 应该说 我很高兴你还有最基本的自我认知 院里那些人如果没疯就该明白 与其让你当贤者 还不如让我来 然后让人知道你的贤者生涯 就像那幅挂画一样 遥遥欲追 你这个马上就要辞职的家伙在说什么呢 过几天就又去管档案了 哇 人生跌回谷底啊 但院里发给我的津贴应该不会解 凭什么 凭什么呀 也不用像做建筑设计的人那样 累死累活 只为博取委托人一个微笑 你 你 今天就不该好些帮你打扫客厅 我自己还有设计图纸没换完呢 记得补交你欠的房租 我打算拿那笔钱添置一些家具 是 你是想气死我吗 你买的那些百件一个比一个没有美感 放快干巴巴的木雕在家里有什么意思 谁让我经济自由呢 我说 总拿自己的优势跟别人比 也是一种逃币吧 去掉庸俗的金钱 在更有价值的地方比一比 很难想到有什么是你占上风的 你自己能想到吗 艺术性不是吗 都说了你根本不懂室内装潢 不许乱买那些家具 除非带我一起去 带你去还得请你喝酒是吗 当然了 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只会构成另一种形式的借款而已 你过不了多久就得还我钱 你也可以做一个善良的好人 不向我讨债不是吗 假装自己没有负债 就像假装自己没有住在别人家里一样可笑 其他人迟早会知道的 说到这个 今天来的家伙应该不会收出去吧 记得叫他们帮我保命啊 我倒觉得你早就暴露了 没必要飞行掩饰 凭你那几杯倒的酒量 去几次酒馆自然就把秘密全说出去了 不会吧 不 不对 应该不会吧 哎 那不是纳西达吗 喂 纳西达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我也没想到有一阵子没见了吧 最近怎么样啊 感觉你们乐在其中的样子 感觉你们乐在其中的样子 你呢 刚刚去做什么了 我想找一些线索 顺便也散散心 在拯救了世界树之后 我的记忆中就存在一些模糊的片段 我隐隐约约记得 还剩下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怎么都想不起来 哎 怎么会这样 没关系 我们可以帮您一起想 谢谢你们的好意 既然这样的话 我想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好漂亮啊 而且好像充满了力量 嗯 是我在镜山宫里找到的 但我对它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里面装满了纯净的元素力 和我的力量很像 但又有些区别 它应该和我模糊的记忆有某种关联 但我什么都没有查到 旅行者 你有什么头绪吗 那这样吧 纳西达 正好我们要去冒险 要是有线索 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你 谢谢你们 没想到又要给你们添麻烦 不用这么客气了 你才是 还有很多需要操心的事吧 妈妈 妈妈 喂 快走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抱歉草山大人 训兽一般不会靠近这里 再不离开的话 我就要动手了 先别急 我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事想说 草山大人 这可是魔物啊 没关系的 嗯 嗯 好的 我大概明白了 他好像很希望我们跟他一起走 这就听明白了 嗯 虽然不同的生命 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沟通方式 但情绪是共同的 我能感觉到他的焦虑与恐惧 他很需要我们的帮助 这 虽然训兽确实很可爱 有道理 那我们先去看看吧 嗯 他会为我们带路 虽然样子都差不多 但有些训兽很温顺 有些就很凶 见到人就打 没办法 在他们的眼里 人类或许也是凶狠的魔物 毕竟他们也无法理解 人类的行为是否具有攻击性 但如果人类亮出武器 那就已经晚了 那不如先下手围墙 打了再说 好像和人的想法也差不多 所以说 情绪是共通的嘛 原来是因为这只训兽晕了过去 他才会这么着急 看起来他们应该是一家人吧 所以这只训兽是想让那西达来为他的家人看病 应该是吧 训兽虽然思维比较简单 但对元素利更加敏感 可能他在我回来的时候注意到了我 认为我有办法帮他 我来看看吧 如果是一些常见的病症 我应该有办法 嗯 怎么了 那西达 很奇怪 非常奇怪 这只训兽 不是由包子引化而来的生命体 而是元素生物 诶 元素生物 嗯 平时你们见到的训兽 虽然也可以使用元素利 但那只是他们借用了自然中的元素利而已 但这只训兽 在这层外壳之下 不存在和训练相似的生态结构 取而代之的是元素的奔流 嗯 太神奇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生物 连那西达都不知道 除此之外 在这团元素利中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空洞 这个空洞阻碍了元素利的正常流动 这就是令它昏迷的原因 也就是说 补上这个空洞就能让它醒过来 应该是的 这正好是我擅长的事 我现在就为它治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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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我一看就是能说话的样子吧 而且我不是陌生的生物 是派蒙 好 派蒙你好 我暂时还不会通过外形判断生物的智慧水平 只有你说了话 我才能知道你会说话 你 你不用这么认真地回答我了 我看上去连话都不会说嘛 不至于那么笨吧 你误会了派蒙 只是嘴这种器官除了说话 还有进食呼吸等更重要的功能 有嘴也不一定会说话 你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生物 我不会妄下定义 就算你看上去和人类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就像迅兽和史莱姆 外形相似但内在不同的情况也很常见 这个迅兽上过教练院嘛 居然比我还会说话 你果然不是迅兽 对吧 是的 对你们来说这有些突兀 也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们换个地方吧 看我用莫名其妙的声音进行长篇大论 我的家人会害怕的 她说非常感谢你们能伸出援手 我自认为我了解所有提瓦特的生物 就算没有亲眼见过也有相应的知识 但是就算罗列出所有元素生物的特征 都无法与你对应起来 你究竟是什么 又是从哪里来 我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族群 我们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可能比任何的记录都要悠久 我的家园山青水秀 绿草如荫 我和我的家人们每天都无忧无虑 非常开心 可是后来 末日来了 家园一下子就变了样 可怕的力量吞噬了一切 灾恶的种子在我们的体内生根发芽 继而扭曲与失控 我们既是末日的受害者 又成了末日本身 末日 我也不是很明白 听起来像某种预言故事一样 因为是非常复杂 又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没办法一下子就讲得非常清楚 没关系 并不是在责备你 继续说吧 嗯 我侥幸活了下来 和一些家人离开的家园 想要在虚迷寻找拯救家园的办法 我们和各种各样的族群建立往来关系 学习他们的文化与知识 试图了解末日的真相 后来我们得知 末日的力量 被人类称为 禁忌知识 禁忌知识毁了你的家 那 难道说你是从沙漠来的 他说他们在寻找拯救家园的办法 但沙漠的灾难应该早就结束了 草之王说得对 不是沙漠 我很想告诉你们我的家园在哪里 但很抱歉 我忘记了 可能听起来有点滑稽 明明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 是最重要的事 怎么会这样呢 我是被末日污染的生命 在污染被消除的时候 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知识与记忆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那个元素粒的空洞 是禁忌知识被消除后留下的 我很抱歉 我没考虑到还会有这种情况 没关系 草之王不用道歉 要是没有您出手相救 我失去的就不只是知识和记忆了 不只是我得救了 这个世界上残留的禁忌知识 应该都已经被草之王解决了吧 是的 禁忌知识不复存在 你的家园应该也得救了 我的家 也得救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长久以来 这都只是一种遥遥无期的愿望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实现 我没能履行我们一族的使命 没有找到拯救家园的方法 就连家在哪里都忘记了 这不怪你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管是哪个族群 对抗经济知识 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不是个体应该承担的责任 你刚刚提到过 家园的幸存者不只有你 那其他的家人呢 说不定他们会记得 末日令我们备受煎熬 有许多家人都已经迎来了生命的结局 我不知道还有谁幸存 这个不用担心 交给我吧 我应该能找到他们 雨林里可以交给兰娜罗们 城市里 我就拜托一些善良的小孩子吧 对啊 他们可以帮忙 稍等啊 我这就联系他们 这样应该就行了吧 寻找可能需要花点时间 我们稍等一会吧 谢谢你 曹之王 我们都相信 草之王会信守承诺 在我醒来见到您的那一刻 我就有所预感 您是为了约定而来 约定 或许您已经没印象了 但这是我们深信的预言 等灾厄结束 草之王会带我们回家 这 这样啊 实在抱歉 我的记忆里也有些模糊的部分 但我很担心你们家园的状况 不用觉得是在为我添麻烦 这是我应该做的 在等消息的时间里 你们愿意和我去个地方吗 能一起回家的家人 越多越好 可你不是说 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但我知道他们的结局 路上我为你们解释吧 有一件事 我很在意 是的 在他面前我没有提起 你还记得我说 晶体里的力量和我相似 但又有点区别吗 晶体里的元素力 和这个训兽完全相同 什么 嗯 他提到的预言 应该是曾经代表他族群的某个元素生命 和我达成的约定 想要拯救他们的家园 就必须先解决经济知识 但这件事会对我产生干扰 如果是这样 我一直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这就能解释了 原来如此 可惜他能告诉我们的东西太少了 是啊 我一直在想 究竟有什么地方符合他对家园的描述 不 可是没有头绪 嗯 我想送他们回家 他们已经不用再流浪了 我来带路 这里有点不好走 放心吧 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好走的路 啊 有敌人 交给你了 嗯 嗯 进山 嗯 啊 开锅了开锅 这个如何 这刹那将是你的永恒 啊 嗯 啊 为你身手 光慢 很火 讲不通 就打扁了 结好了 你们的身手真棒 就算在末日里 一定也有活下来的办法 说起来 我一直想问 你们本来应该不长这样吧 是的 我们族群的形态 会根据环境发生变化 在和虚迷大地上的 各种生物交流之后 我们发现驯兽 是最适应这片土地的生命形态 于是我们渐渐变为驯兽的样子 融入了他们的族群 这种事也能做到吗 生命最重要的本能 不就是适应吗 我觉得这里不值得派蒙惊讶 你的手之所以是这样的形状 是为了方便地抓取和使用工具 驯兽之所以会吸收元素力 是为了融入环境 抵抗天敌 我们是草元素生物 是这片大陆上最古老的生命之一 所以适应力会更强一点 也就是说 如果我想我也能变形吧 当然没有这么自由 这还需要时间的帮助 这对我们都是常识 但是好难解释 嗯 简单来说 改变形态需要力量 而这力量 来自时间 你没办法让小草 在瞬间就变成大树 也不能让树 在瞬间就结满果实 我懂了 人类也有类似的词哦 叫成长 不愧是纳西达 这么说我一下子就理解了 成长 我明白了 那这个就是成长 很有美感的词语 路途上 我再好好品味一番 还要走多久啊 已经一半了 加油 海蒙 你需要我背你吗 啊 没有 我只是随便问问 我不累 感觉你还挺喜欢照顾人的 是吗 草之王需要我背吗 嗯 那样的话 我们都会很别扭吧 不如你飞到我头顶上来吧 等一下再说吧 好像又有魔物 散射 快 谁啊 冻结吧 小心着凉 好像 我们对背这个行为的理解 不太一样 无论累不累 只要我把孩子背在背上 把他撑起来 他就会很开心 孩子 你是说一开始我们遇到的那两只训兽吧 嗯 那是我的朋友 还有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说话呢 因为他只是训兽 我不想因为我的存在 让训兽一族发生改变 影响他们原来的样子 不过他和普通的训兽也有差别 他对人类的语言似懂非懂 所以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哇 一定是很可爱的名字吧 比如 东东下园嘛 派蒙的取名品味好奇怪 哎 我对这个名字很有自信的 奇怪里带了很多可爱 是只有派蒙能想到的名字 嘿嘿 我就说嘛 我想到的名字不如派蒙有创意 是从冒险家那里学到的一个词 叫 叫 对不起 这个我也忘记了 看来我忘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 嗯 回去之前一定要想起来 这和家园同样重要 这个是死欲 嗯 没错 我听过人类用这个词 它是我们这种生命的陌路 也是最后展现出的形态 我 我不是很明白 他想说的应该是 当他们宝经折磨 最终亡固的时候 就会变成死欲流吧 嗯 如果我没得到草之王的救助 也会是这样的下场 死欲 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以前的研究里 禁忌知识是死欲产生的根本原因 就算禁忌知识已经根除 他们留下的影响还会存在 死欲并不会一起消失 他们长久以来 一直被禁忌知识折磨 最后会成为死欲 也合情合理 真是最令人悲伤 也最令人同情的结局 我离开家的时候 这样的花开得遍地都是 每一朵花都象征一条生命 它长在清澈的湖泊里 长在肥沃的土地里 长在我的家 朋友的家里 到处都是 世界一下子失去了色彩 浑浊不堪 但是没关系 我们生命的本质 元素力 仍然在这朵花里面 在冒险家 跟除了死欲之后 我会悄悄接近 如果感受到 同伴的元素力 我就把它带走 这样的话 禁忌知识的影响也会 没关系 现在已经不重要 我只是希望 他们最后都能回家 以这样的形态 留在这里 灰飞湮灭 太可怜了 既然现在 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 就算能多带一个回去 我也会非常开心 我明白了 那就交给我们吧 原来你是在担心我 没关系的 禁忌知识已经不存在了 就好像 我们要对剧毒的蟒蛇 但他退下的皮 也只是一具空壳 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总之达成共识了对吧 那我们就动手 处理死欲 之前已经很有经验了 果然是他 我所知的最后一位同族 原来他也没能坚持下来 明明再撑一小段时间就好了 愿你回家之后 再也不许承受这样的痛苦 想到有那么多元素生命 都变成了死欲流 我就好难过 没关系 只要元素力还在 我们就还在 外形不过是时间的礼物 成长了就会变化 也有舍弃的时候 但本质不会轻易改变 如果能早点治好他们 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就算是为了雨林 和生活在此的诸多生命 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都治好 谢谢曹之王 选择信任并等待 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 等等 好像有消息了 啊 这样啊 嗯 好的 我知道了 非常感谢你们 好像找到了一只符合描述的训兽 现在也处于昏迷的状态 那应该和我的情况类似 我们快去看看吧 嗯 走吧 我来带路 就是这里了 他在里面一点的位置 但是这里训兽好多 他们应该都是正常的训兽吧 是啊 他们戒备心有点强 不能战斗 这些都是他的家人 虽然我们的族群不一样 但我们长期和训兽生活在一起 我们很看重他们 只要好好沟通 他们也可以很通情达理 那要怎么办 只有你可以顺利进去吧 想要救那只训兽 需要纳西达的力量 我想到一个办法 既然你能够变成训兽的样子 这个办法能不能也教给我呢 您想要变成训兽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成长 那西达可是神明 变成一只训兽 应该轻轻松松吧 就算是神明 想要对抗时间也绝不容易 那就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 尝试潜入了 不能说没有战斗的可能 如果我付出一些力量 就可以保全你和他的家人 那我愿意试试看 好吧 草之王的元素力很强大 说不定可以做到 如果想跨越时间的限制 就需要支付相等的力量 我会把这方面的知识借给您 让您变化的过程更轻松一些 好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变成训兽 感觉一定是很新奇的体验 草之王 这可不是在玩 我很严肃 嗯 我也很严肃 没有在开玩笑哦 好了好了 别管这个误会了 既然可以的话 我们就先试试 嗯 那就辛苦草之王了 哇 真的变成训兽了 还不错 视线的位置居然没怎么变 他好像就在下方的不远处 能拜托你们帮我分辨一下 哪个是他吗 啊 要怎么做 我先接近他们 你们从上面走 对方是元素生物 使用元素视野 应该可以看到他们的区别 接下来 你在心中默念那个正确的答案 只要我能看到你们 我就会听到 哦 我明白了 那我就负责把上面的训兽引开 帮你们开路 好的 走吧 现在要兵分两路了 中间巡逻的训兽很紧绝 还是绕开比较好 你还远看 不过 如果在你身上 娜娜 娜娜 娜娜娜娜 娜 娜娜 好像没被注意到 好像那只驯兽暂时不会来回走动了 赶紧通过吧 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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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 原来如此,是这一只,我明白了 也不太厚了,好多虚待 我不会了,我们回来 我一个人随便 我不过,他们点到 啊 那西达,你怎么了 我没想到,改变自己的形态 消耗居然这么大 这还是借助她的知识走了一些捷径 看来她的谨慎是很有道理的 时间的力量极微沉重 平时你不会在意 但如果想要在瞬间改变 就需要支付极大的代价 感谢你们的付出 一切还算顺利 只用等她醒过来就好了 你们是谁 对不起 语言不好 理解时间 需要很长 没关系 是很好的消息 我用训兽的方式给你解释 末日 结束了 现在 回家 是的 可惜我忘记了家在哪里 希望你还能记得 我 记得 这真的吗 太好了 家 草之龙 草之龙 对 没错 草之龙 抱歉 我太激动了 我可能没有表现过这样的情绪 但她说的没错 是草之龙 等 等下 我完全没理解 我完全没理解 草之龙是指元素之龙吗 就像特瓦林那样 嗯 他们同属于龙 只是草之龙阿佩普的存在更为悠久 元素力的积淀也更浓厚 但是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把龙称为家园呢 因为我们住在草之龙的身体里 这 草之龙 内部很大 山 水 树木 我们 在草之龙的体内 有另一个世界 草之龙孕育了最初的生命 将我们保护在其中 她曾用威严的声音告诉我们 等我们成熟 就可以去新的世界生活 但这一天 最后也没有到来 在末日之前 家园就是最好的地方 我还是有点理解不了 嗯 很近似的关系 看来你比派蒙要聪明很多 只不过草之龙比草史莱姆 大好多好多倍 等等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就等于是在说 阿佩普也被禁忌知识污染了吗 嗯 意思应该相同 草之王突然如此紧张 发生什么了吗 我还没见过您露出这样的表情 阿佩普 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适应力的生物 禁忌知识 应该早就成了它身体的一部分 那么 消除所有禁忌知识的后果 它也产生了巨大的空洞 恐怕是的 它的身体和灵魂 应该早就残损不堪了 怪不得我有很久没有见过阿佩普 它到底是怎么被污染的 是因为赤王文明的负面吗 自那以后 它就销声匿迹 一直在忍受痛苦 现如今 估计病情也很重 是的 我怎么会忘记呢 如果草龙无法坚持的话 元素粒就无法继续以生命的形态留在它体内 而会全部溢散 那种浓度的草元素粒 会让雨林过度生长 高大的树木 完全遮蔽阳光 植物与人类抢夺空气 整个虚迷 都会不再适合生存 对了 不是有那个晶体吗 拿出来给它们看看吧 它们说不定知道什么 抱歉 你们说的很有道理 已经没有时间自乱阵脚了 两位 你们见过这个东西吗 没有 它的力量很熟悉 好像来自我们的家园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抱歉 还是我们的记忆不够牢靠 没关系 那还是像之前一样 我和帮手们联系一下 看看还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家人 拜托你们了 你们的情报很重要 等待消息吧 虽然有点难熬 奶奶 你们谢谢 家人 水果 送来 我之前和他们解释过 你们不是坏人了 看见你们救了他 他的家人们也都很感激 回家 离开 好难 不知道 他们 弱小 不放心 既然 等待 等待 能不能帮他再做最后的一点事呢 没问题 我理解这种心情 我也需要整理一下我的思绪 谢谢 感恩 田地 食物 照料 植物 入侵 讨厌 他想做两件事 一个是照顾种食物的田地 另一个是赶走入侵的植物 田地 那边 先去 种子 这里 好的 我懂了 这句就不用翻译了 我们去去就回 我听说 我记得 我知道 他也不喜欢 我听说 他也不喜欢 有意思 那个 准备 杀 你 他也不懂 扯 他也不不不 对 你的 是 宅 你的 你的 你 原来是片片花 怪不得它说是植物的入籤 解决了 挺轻松的嘛 冷静下来了 只不过在有新的线索之前 我们好像没什么能做的 能先和我们讲讲吗 我们对草龙的了解实在是太少 它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会和赤王有关系 你们应该知道 龙的历史从提瓦特诞生就开始了 新迷是阿佩普的领地 在最初之时 是一片郁郁葱葱的雨林 那时候没有沙漠吗 直到后来 巨大的钉从天而下 将雨林完全变成了沙漠 阿佩普也从一条翠绿的巨龙 变成了沙黄色的形态 这也是他努力适应环境的表现 怪不得那两个元素生命 总是把适应挂在嘴边 阿佩普一直认为他是须弥的主人 从不认可后来的秩序 对魔神充满敌意 现在也应该是如此 只是先有天上的力量 后来是禁忌知识 让他无力引发骚乱吧 两种秩序达成某种平衡之前 必然是无休无止的大战 据我所知 阿佩普一直在沙漠里折服 而翅王对他兴趣颇深 或许这也是阿佩普被污染的原因 我不知道他的考量是什么 但拯救他一定是当务之急 我手里的晶体 应该就是串联起这两件事的钥匙 谢谢草织王 家人开心 你真的还喜欢他们呀 家人喜欢 你家人不喜欢 我没这个意思了 只是你们并不是同一个族群呀 没关系 我 家人 喜欢 家人 我 喜欢 呃 有点难懂 他的意思是 家人之间互相喜欢就够了 其他的都不重要 你们很看重外表 但我们不会这样 我们更看重我们走过的旅程 学到的知识 建立的关系 这些都比外表更加可靠 他们都是时间的馈赠 成长的本质 嗯 我懂了 毕竟样子都可以变 内在比较重要 那也没关系 我有把握一下子就把你认出来 是吗 这样啊 我明白了 还是谢谢你们 森林没有更多消息了 看来一时间找不到你们的家人 线索好像在这里断掉了 如果谁都不知道这个晶体的作用 阿佩普就危险了 对不起 没关系 不怪你 你们两个都不记得晶体的事 我想可能也不是偶然 或许是因为晶体和禁忌知识的关系过于密切 记忆都受到了干扰 如果是这样 就算找到了其他训兽也无济于事 晶体和末日 末日和记忆 草之王 我突然想起 您还记得预言吗 嗯 我有印象 怎么了 预言是串联起过去和未来的故事 有一位家人曾说 末日是我们的一部分 有保存的价值 当时我们的族群都不认同他的观点 他就离开了 保存 难道还有没消除掉的 不太可能 世界术的力量会覆盖到每一个角落 预言中提过他去了哪里吗 虚迷的东边 深不可及的弟弟 无法归来的混浊之地 对 是藏颜巨渊吧 但去那里干什么 让我想想 保存经济知识是不可能的 但是 如果保存下来的 已经不是禁忌知识了呢 抱歉 我突然说了难懂的话 但我觉得很有可能 先跟我走吧 找到那个元素生命 我再解释给你们听 那个元素生命独自来到了这里 还度过了很长时间 难道他不会像其他的个体一样 早就变成死狱了吗 正是因为在这里 借助他的力量 才有可能回避这种结局 那是对抗深渊的道具 在遥远的过去 他修补了提瓦特的裂痕 对于不应存于提瓦特的力量 他具有净化 并使其稳定的能力 被他光芒照耀过的经济知识 会以另一种形式 永久留存于此 嗯 他就像是造脚 在水里扬起的泡泡一样 又是这么奇妙的比喻 但我好像能理解 草之王的意思是 末日被据定的力量改变 藏在某一块淤泥之中 是的 应该在距离很近的地方 我们靠过去看看吧 啊 快看 他就在那里 看来 要把周围的淤泥都清除掉 你们应该有办法吧 对 用流铭石对淤泥用口罩一下就好了 当当 真是急性子 小心着凉 光板 很火 讲不通 就打扁了 终于把他救出来了 他应该就是预言里提到的生命了 你的光 等等 有黑色的东西冒出来 他不太对劲 怎么回事 不是说已经被净化了吗 是不是因为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 淤泥的力量虽然比末日更稳定 但依然是很不友善的力量 经历了漫长的浸泡 他不一定还能保留神志 怎么会这样 我们有一堆问题要问了 用我的元素力 应该可以驱散他吧 可是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 李星者 没关系 我相信你的判断 我也有点草率了 想想看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吧 哦 对啊 之前你说 那里面的元素力和他们一模一样 用他的力量吗 可是 草之王在犹豫 我也在犹豫 在了解他真实的作用之前就贸然使用 说不定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不懂 这不行 那不行 救命 要紧 我理解你的想法 但正因为这是我们回家唯一的路 才更需要谨慎 没关系 你们不用争论 消耗掉的元素力我会想办法 既然如此 旅行者 能交给你来使用吗 据我了解 你对竞技之士 有种不可思议的抗性 不要勉强啊 我会担心的 草之王 还有 你们 我这是 等了多长时间 太好了 看起来得救了 草之王亲自来找我 就说明 末日 结束了 对吧 你 是不是 又变小了 抱歉 我这部分的记忆很不可靠 我已经不记得你了 嗯 也对 毕竟 我就是为了这一部分 不可靠 而存在的 您曾说过 末日 会被彻底清除 与其关联 紧密的记忆 也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就连您 都不能保证 在那之后 还能牢记 与我们族群的诺言 但您绝不是会背弃承诺之人 和您的觉悟相比 我的牺牲 根本不值一提 这是你和我约好的 嗯 您 用您的力量 保护了我 不然 我也无法在这里活下去 说实话 已经有些 撑不下去了 我本来以为 我会更坚强一些 面对末日的力量 无论是谁都会无能为力 为了保留相对稳定的记忆 我必须 把末日的力量 转变成另一种形态 这种事 就只有从天而降的决定 能够做到 但当我选择了这么做 也同时 会失去被曹之王拯救的机会 我的事不重要了 曹之王 尽如正题吧 如您所见 我 很难坚持太久 抱歉 我明白了 谢谢你 它是什么 你能给我答案吗 这个是 火中 拯救曹之龙的必要之物 看起来 他的状态还不错 真是太好了 这是当初 曹之王和我们族群 共同制造的东西 模拟了 曹之龙 旅舟之心的 运作方式 曹之龙 已经被末日 折磨了太长时间 他的力量 缩胜无几 但 只要用火中 重新激活 他的旅舟之心 他就能 逐渐自愈 自然 我们的家园 也会 恢复原状 绿舟之心 就是阿佩普的 力量之源吧 原来如此 怪不得这个晶体 能治好它呢 这就是它的用途啊 什么 你们为了救我 使用了火中 对啊 怎么了吗 这可真是 算了 这不怪你们 你们并不知情 火中 将极高浓度的元素力 凝结在这个小块之中 它很强大 也很脆弱 这种存在形式 并不稳定 为了避免出现意外 你们千万不要再使用它了 既然我是制造者 我也会为它负责 你不用担心 另外 火中 除了治愈草之龙 还能够与 宇宙之心 产生共鸣 换句话说 你们能够通过 火中的指引 找到草之龙的所在之处 快去吧 这件事 可不容缓 您呢 别管我了 你们快回家去吧 大家都要回家 你也不例外 我刚刚就说了 我早就失去了 被曹之王 拯救的机会 曹之王 谢谢您能来见我 谢谢您 愿意拯救草之龙 我们一族的过去 得到了守护 我们一族的未来 也得到了延续 能见到他们回家 我就 心满意足了 喂 不对 等等 他变成 芋泥了 可以再用一次流明石吗 我能感觉到 他的元素力 拜托了 他最应该回家 这是他应有的结局 这是他留下的 一小团光吗 我感受到了 他的知识与情感 全都恢复成元素 原本的样子 和其他家人 融为一体 不要伤心 各位同伴 他的愿望实现了 现在很幸福 因为外形并不重要 是吗 因为外形并不重要 家园得救 家人重聚 这比什么都重要 走吧 回家 回家 就在这附近 跟我走吧 已经不远了 再往那边走 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呀 快看那边 有什么东西爆出来了 是他没错了 草龙阿佩普 我有想过他会很大 但没想过他有这么大呀 小小的神明 小小的人类 离开我的领地 满天黄沙之中 像你们这样 像你们这样 雷弱的生命 是无法生存的 我们是来救你的 阿佩普 我不需要被拯救 尤其不需要被你 布燕尔 你和阿萌一样 明明只存在了虚余的时间 却仗着天上的威光 自诩此地的灵主 不如多看看你的前路吧 最后 你也会重蹈覆辙 我知道你憎恨神明和人类 但你已经很虚弱了 为什么不能暂时放下 这种仇恨呢 暂时放下 愚蠢的布燕尔 就算你治好我 我也不会感激你 你在亲手复苏 将要毁灭须弥和弃国的巨龙 你只是病了 没错 时间会让所有人都不治身亡 我虽然病重 但我很清醒 我和那些向你们妥协的古龙不一样 真的没必要走到这一步 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抗 而是真相 真相 这就是智慧之神 无法逃离的稚固 我已经为真相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迟早您也会 喂 别走 小心 有什么东西出来了 喂 是什么 完全没有见过 是家人 啊 他们也是家人 不应该是兴兽的样子吗 外形 重要 不 本 质 相同 构成他们的元素力 和我们完全一样 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家园的居民 这是他们经历 末日之后的模样 这也是一种适应 只不过相当凄惨 我们还有很多家人 没有逃出来 为了在末日之中生存下去 他们逐渐改变了形态 成了现在的样子 非要战斗不可吗 喂 你们能说话吗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他们为了活下去 就已经拼尽了群力 他们是被火种吸引过来的 只有这股力量 能短暂消解他们的痛苦 只保留了活下去 和寻找活下去的能量的本能 其他全都在适应的过程中 被舍弃了 这就是禁忌知识 如果禁忌知识 在提瓦特司翼暴走 我们的世界 也会变成这样吗 隔浅的鱼群 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一滩活水 但请你们手下留情 他们的本质并不坏 只是想要活下去 散射 动结吧 热火热火马 精神 好像是耗尽了力量 他们暂时没有攻击性了 他们回家 想要 嗯 我明白 离开草之龙的体内 也不是他们的本意 有办法 让他们也回到 元素利的状态吗 常年累月的痛苦 令他们变成这般模样 外形已经成了 他们的枷锁 只有火种 亦或是阿佩普的绿洲之心 才能拯救他们 但使用火种的话 又会承担巨大的风险 是的 不能继续使用火种了 只要我们回家 不行 好难决定 容我思考一下 没关系 还是用火种的力量吧 将他们留在沙漠里 实在太可怜了 不用担心 这是我做出的决定 就算产生了什么后果 也由我来承担 要消耗的元素力倒是不多 只是担心它会变得不稳定 但只要用我的元素力加固一下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谢谢 任性 对不起 谢谢你 曹之王 对你们来说 回家是最重要的事 路上经历了这么多 我已经理解了 不只是想要保护你们 我也希望 借助你们的经历 和阿佩普再谈一谈 毕竟 那位据说的草之楼 也应该是你们的家人 我会站在您这一边 草之王 您的恩情 我会永远难忘 是的 是的 谢谢你们 那我就开始了 回家吧 家人们 马上就能回去了 马上就能回去了 喂 他 他在发光 无数的知识与情感 都在我的体内涌动 他们都很兴奋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促成了原本需要 漫长的时间 才能实现的成长 说明你背负了 大家共同的期望呀 是啊 终于能回家了 那我们就出发吧 最后的一段路了 好大的洞 难道草龙 它就生活在这里吗 是啊 谁知道 那个洞里面有什么 而且我们的目的 不只是要找到它 还要前往它体内的世界 如果不争取到它的配合 是不可能的 但它是那种态度 我们要怎么样 才能让它配合呀 我来试试看吧 阿佩普 我们立场不同 对世界与秩序 都有不同的理解 但我们都基于元素力而诞生 并曾深受禁忌知识的折磨 我们的本质相同 也有相同的敌人需要对抗 所以我们不应应 成见而断绝交流 草龙真的能听进去吗 无论你怎么想 究竟在恨谁 又因为恨意做过什么 我不在乎 也不指望你的感恩 我是来救你的 不只是你 还有你的子民 我的子民 他们在离开了家园之后 一直在寻找拯救你的办法 他们真的非常想要回家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所有的仇恨都无济于事 与其继续对抗下去 你应该正是你孕育的生命 没有回应 你无论如何都想活下去 就说明你还没打算放弃那个世界吧 既然你自诩比我懂得更多 那你为了什么而活 为了什么而恨 就想清楚啊 要被吸走了 拜托了 请保护所有人的周全 把我们送到家园去吧 那些的 我们这是在哪 旅行者呢 他怎么不在 我只能保证我们顺利来到这个地方 但可能进入的位置有点不同 那 那我们去前面找找吧 我很担心 不过别太紧张 他的身手值得信任 我知道了 但是还是会不习惯吗 快走吧快走吧 他说不定就在前面 这 这个是 这个应该就是绿洲之星 只要用火种点亮他 他就能为阿佩普补充元素力 他体内损毁的部分 也会逐渐复原 重获健康 那 那我们快一点吧 点亮之后 我们就去找旅行者 嗯 我知道 稍等 怎么回事 火种怎么 碎掉了 居然会这么不稳定 为什么 我们也没有怎么使用它呀 我也不知道 难道火种 只能保护一个人吗 但那个情况下 如果我不对所有人使用力量 你们不知道会被吸到什么地方去 就算是这样 也不至于直接碎掉呀 除非 除非什么 我在制造这个火种的时候 本来就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 也就是刚刚拯救沙漠的那个时候 啊 不会吧 不对 这个先放在一边 火种碎掉的话 我们来这里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那细达 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我 我也来一起想 我 不用担心 太萌 这是我的责任 火种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一团高浓度的元素力 虽然元素生命和我的元素力有微妙的区别 但在变身训兽的时候 我已经接触过了 那么 只要模仿那种力量 再加上我自己的力量 我就能起到和火种相同的作用 啊 你 你要变成火种 是的 会花费非常多的力量 虽然比不上沙漠那时候 但可能 我又会变小一点吧 哎 再小的话会怎么样 变成一株草 或是一根树枝 也就是我刚刚降生时的模样 只要逆转成长这个过程 我就能释放出超越我极限的力量 但也会失去很多吧 不光是外形 还有感情 记忆什么的 没关系 相比位在旦夕的阿佩普 这些都不重要 不行不行 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而且你真的这么做了 虚迷要怎么办 在这之后 你和旅行者 一起把我种到虚迷的土地上吧 我还能借助森林与这个世界沟通 只是你们暂时见不到我了而已 哪有这样的 如果旅行者在这里 他绝对会阻止你 不对 要是我们知道你所谓的负责是这种方式 当初根本就不会答应 对不起 太萌 但我们没有那么多选择 不是所有折翼坠落的鹰 都能腾空而起 但如果不冒这个险 那就永远碰不到天空 不行 不行的事就是不行 火中碎了 那西大塔 我知道 这是唯一的办法 但不该由草之王来做 我们都在漫长的旅途中获得了成长 如果成长是为了回家 那也算得偿所愿 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吗 你早就料到了吧 你们学到的知识 语言 还有情感 都会退化成纯粹的元素力 在新的家园里 不会再有你们的痕迹 谁都不会记得你们 这真的是 你们梦寐以求的回家吗 草之王难过 不要 你的家这里不顺 我们回家了 草之王也要回家 草之王 拜托了 感受到我们的愿望 醒过来吧 君人在这样的时间里 这渗车的领美 需要半长的时间 才能实现的成长 说明你背负了 大家共同的期望呀 是啊 祝你们一定要回家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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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山 被打晕了 好痛啊 冻结吧 抬过了开车 热火热火马 记住你了 老实点 老二 这些明显的肃力保护 再见 应该再也见不到 我会等他来 不管要等多久 这是我们的余地 伙伴 很火见识下师傅的枪法 这个如何 小心着凉 进山 热火热火马 冻结吧 等一下有点痛啊 哈哈哈 嚯嚯 你另一个虚眼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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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人吧 好痛啊 来我家做客吧 老实点 抱歉啊 散射 冻结吧 等下有点痛啊 记好了 这个如何 真是急性子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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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斗枪 听到一个很好的字 叫挪尔 是光芒的意思 这个就是你的名字了 变起来很喜欢 那就好 记住你了 热火热火马 为你献上 这个如何 等一下有点痛啊 开锅了开锅了 慢点吧 热火热火马 跑起来跑起来 光芒啊 喂 你们还听得到吗 听得到的话 就答应一声呀 你们说了形态不重要 那就和我们说一声 你们没事啊 他们的知识 记忆 情感 都逆转成为了力量 释放出来 自然不会再回应你们了 陪伴了我无数时光的守护者 现在和他们一样 都只是我的元素力 他们融为一体之后 还有机会再次降生 有什么可难过的 那不一样 怎么可能一样呢 太萌 我们和他注定没有办法 互相理解 但只要你能恢复健康 其他的事情 我都不打算过问 只要维持这种状态 虚明就不会受到威胁 原本以为力量回归之后 我的愤怒也会随之膨胀 但此时此刻 我感受到的 是早就遗忘的一种情绪 平静 经济知识 早就在前一末话中改变了你 放大了你的愤怒与仇恨之心 无可辩驳 虽然我对那个天外来客 恨之入骨 但摧毁你和你的子民 也毫无意义 不过就算这样 我也不打算改变我的立场 和你产生什么瓜葛 当你也因为无限膨胀的好奇心 而殉命的那一刻 我会在心底蔑视 与嘲笑你的 你说话真的很难听 我尊重你的选择 也会在将来向你证明 我们不会重蹈覆辙 在你敬仰之前 我还需要了解最后一件事 你是怎么被禁忌知识缠上的 那就说来话长了 在遥远的过去 我们都认为 那是能战胜天理的唯一力量 龙王自世界之外 取得漆黑之力 带领我们反抗外来者定义的秩序 龙 龙王 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战 在提瓦特展开 战斗的惨烈程度 连整个世界都几近崩毁 胜者拥有塑造世界的权利 而败者只能化为灰烬 但即便是在龙王殒命之后 我也没有放弃寻找逆转局面的办法 我在即将破碎的世界边缘 想要获得更多的禁忌知识 却又被天上降下的巨丁阻止 虚拟的天翻地覆 仿佛在对我说 属于龙的时代 已经结束 但是你还是没有放弃 是吗 因为阿蒙 也就是阿赫玛尔 嗯 后来 阿赫玛尔在纳布玛利卡塔的帮助下 获得了这种力量 她的野心不断膨胀 想要在我的领土之上建立强盛的王国 我虽然看不起她 但还是默许了她的行为 但作为交换 在她死亡之后 她掌握的一切知识 都要归我所有 我的内心深处仍有遗憾 当初在龙王归来之时 世界已是沧海桑田 有的龙和你们太过亲近 已经忘却了世界被夺走的仇恨 有的已然战死 只剩海骨 有的因为伤痛 而选择了逃避 可对我来说 龙王的灵甲与意志 至今仍在我心中 闪动着不可磨灭的光 直至我的生命终点 我都要随他而去 你真是疯狂 在阿赫玛尔引以为要的国家 彻底覆灭之时 我如愿而至 把她一口吞下 吸收了她的元素力 但我获得的不是成果 而是末日 我无心分析她掌握的知识 光是抵御痛苦 我就竭尽了全力 即便如此 我也觉得 她的疯狂 依然在我之上 这就是末日的由来 在这件事上 我承认我被她算计了 我在她的计划里 只是最后一道保险 小小的布燕尔 还有你们 继续前进吧 我会保持注目 被天里珍视的生命 究竟能做到何种程度 好像被送出来了 安然无恙 她还需要休息很长时间 才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她的本性 并非初见之时那么暴力 治好了她 果然也让她通情达理了很多 生病的时候 总是会心情不好嘛 虽然是解决了这么大一件事 但我还是有点开心不起来 是啊 她们还有再次降生的机会 可是她们对旅程的记忆 对家园的感情 都一去不复返了 每一次成长 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是因为这些 无可替代的情感积累 才能逆转为巨大的力量吧 没有家人的地方 真的能叫家吗 家人 对啊 她还留下了家人 那两只训兽 说不定还在等她回去 对啊 那我们去看看吧 咱这么复杂的事 要怎么传达呢 她们居然真的还在这里 就一直在这里等着吗 我们回来了 对不起 我非常抱歉 她回家了 在很长的时间里 都不会再回来 别难过 她是为了保护你们 她很希望你们能获得幸福 她说 努尔是她最重要的家人 努尔是你的名字 没错吧 太好了 她终究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 她们还有机会见面的 总有一天 她们还在这里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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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